夫人,将军从边关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个女子 喜字贴好了吗,给我抓你时间办了啊 到时候府里要是不够喜庆,将军还以为我善妒呢 小姐,你要是委屈难过,咱们就回家找相爷 秦武啊,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不能一有事就回家找父母告状了 可是,萧子谦他娶了小姐之后,跑到边关待了两年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一个女子 说不上小姐,沦为全京城的笑柄吗 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牢牢地把握住这波流量 让自己一举成名,然后马上带货变现 啊 宋姚之呢,并不是以前的宋姚之 他其实是公关公司的部门主管 此后没进地府,反倒穿进了一本 名叫《傅黑将军的下唐七》的古早虐文里 成为了虐文女主 这本书,宋姚之以前上高中的时候看过 就记得,男主永远在虐女主 虽然内心爱着女主,但从来没对女主好过 最后,女主全家被男主害死 女主当着男主的面自尽 男主悔恨不已 然后跟小妾过上了美好的日子 清雾,你要记住,咱们女人不怕成为笑饼 就怕成为没有钱的笑饼 将军回来了 小姐,咱们赶紧出去接姑爷 接什么接呀 让人准备的香都点上了吗 对了,让他们给那位姑娘准备偶色绣鸳鸳的肚兜 将军喜欢那样的 他一定要让男主得到至高无上的享受 从此在温柔香里做一声梦死 最好完全想不起他这个人 你,你谁啊 人吓人吓死人的知不知道 你随便进我房间,是要被拖出去游街的 你不认识我 呃,萧子倩 看来你这两年过得非常好啊 嗯,还可以 嗯 我,我,我,干什么,干什么 萧子倩 君子动口不动手的 你以为我要打你 那可不忙 这他喵的可是古早虐味啊 挖眼毁容,家常便饭 他能不怕吗 你要是真知道怕 那就少玩那些下作的手段 什么下作手段 你明知道晚上皇上已在宫中为我设宴 邀我们一同前往 还在柔儿的房间点上迷情箱 你不就是想让皇上因此而迁怒柔儿吗 柔儿善良单纯 你若敢伤害他一分 我断不会让你好过 那这样 要不你休了我 或者我休了你 我给你一注枪的时间 赶紧收拾好出来 诶,是哪儿啊 进宫面圣 萧子倩 为什么不愿意休了我 萧姐 您忘了吗 你跟姑爷这张婚事 是陛下亲自啊 宋摇之顿时想起 这桩婚事可是原主在鱼里跪了三日 终于求得丞相父亲的同意去跟皇上求了此婚的 这位皇帝在原柱里可是个脾气阴晴不定 专以杀人取乐的暴君 恋爱脑作孽呀 要是在战场上 你这样耽误时间 是会害死人的 那可不 所以我没有去打仗啊 宋摇之 哎呀,我耳朵好使啊 将军 你别跟夫人生气了 夫人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打扮 也是为了将军你见了 能欢喜啊 柔儿,你为她着想 她只不定在心里想着怎么害你呢 这位就是柔儿姑娘啊 这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不是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衣裳首饰吗 你以为是都跟你一样铺杖浪费啊 柔儿是最大方朴素的 捧杀 这就是吃裸裸的捧杀 小子见着三言两语 就给她立了个这么简朴的人设 她往后为了这么个人设 可不得吃康宴菜啊 柔儿多谢夫人 为柔儿准备的那些礼物 只是今时 舟车劳顿 将军还要进宫面圣 柔儿一心伺候将军 实在没精力收拾自己了 还请夫人不要怪罪柔儿才是 不怪罪不怪罪 你都是为了将军吗 好了柔儿 她若是敢怪罪你 你就告诉我 有我在 谁都不敢欺负你 宋瑶芝对此呢 十分的欣慰 小子见越喜欢凌柔儿 她就越安全 小子见等了半晌 宋瑶芝连屁都没放一个 她上了马车 转身刚想去拉宋瑶芝 宋瑶芝已经跨步爬上了马车 你拉东西了 这男人真不行了 比甲方爸爸都难伺候 宋瑶芝 等等你要是敢在陛下面前乱说话 我打断你的腿 来了来了 虐身情节来了 我保证不 丞相之女 虚伪至极 方向驾到 宋瑶芝还没反应过来 想死别拉上我 没出息 一个男主 他什么男配啊 子谦 快请起 你我之间不必行资搭理 萧宋氏也请起 萧宋氏 是谁啊 就在宋瑶芝想着的时候 萧子见了将她滴溜了起来 宋瑶芝 猝不及方地抬眼 跟站在面前这个男人 打了个照妙 真是又帅又酷 好看的不死真人啊 不可如此指示陛下 陛下 我 不是 臣妇错了 臣妇不该那样看陛下 实在是臣妇觉得 陛下长得就跟那庙里的天神一样 所以是才看呆了 两年不见 正看这个宋相的女儿越发游戏了 子谦 你可得好好珍惜这样的妙人 是 子谦 快坐下 今日是家宴 子谦不必如此多礼 谢陛下 皇帝一到 司主管弦就揍了起来 萧子谦一直在关注宋瑶芝 这女人从坐下之后就开始吃 好不容易不吃了 她开始看别人跳舞了 就在她怒意上升的时候 一条月色的水袖朝她这边抛来 她下意识地避开 她眼睁睁地看着宋瑶芝 握着那条水袖 朝对方抛了个不要脸的媚眼 宋瑶芝 你给本公主放手 这咋还是个公主啊 两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神父无意冒犯公主 只是一时被公主迷人的风采 跟动人的武姿所吸引 这还是较纵任性的宋瑶芝嘛 你 你真觉得我很迷人啊 清国清城 还算你有眼光 不要脸 宋瑶芝无语 她才不会理会萧子谦的话呢 子谦哥哥 你喜欢我为你跳的舞吗 原来这也是一个瞎眼的女配啊 公主国色天香 子谦何德何能 能得公主这一支舞啊 常乐被她哄得眉开眼笑的 萧子谦收回目光 便看到宋瑶芝给了她一个 你也很上道磨的眼神 宋瑶芝 子谦哥哥两年未归 你难道 我想为子谦哥哥献上一舞吗 臣妾舞姿丑陋 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 当年百花宴上 萧宋是一舞动京城 如今不过几年 萧宋是连舞都不跳了 宋瑶芝难得替萧子谦冤了 她压根就不知道一舞动京城的事了 臣自知对不起姚芝 所以只盼不再辜负另外一个无辜的女子 臣在边关曾蒙凌柔而相救 所以臣想娶林姑娘为平妻 哇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宋瑶芝都替原主生气 萧宋是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萧将军将救命之恩看得这样重 日后那林姑娘做了将军府的平妻 这位恩公让她往东 她定是不会往西的 臣女善妒 所以还请陛下上我们和离 你不必如此抹黑柔儿 她根本不可能会让你受委屈 她不会可是你会啊 你难道不想专宠她吗 这女人就是故意在皇上面前这么说的 就是想搅黄了她跟柔儿的婚事 陛下 臣保证自己绝不会让丞相千金 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 只是心疼林姑娘自有失去双亲 因此想给她安稳的生活 那你不如把她设为一女啊 这不更安稳 宋瑶芝说得对 子谦哥哥 你可以把她设为一女吗 话虽这么说 可她从来没想过 自己还能有 凌柔儿这么大个女儿 萧将军喜欢那个林姑娘就直说 搞什么恩不恩抱不抱那一套 虚伪 宋瑶芝 我跟林姑娘之间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你不龌龊 你缠人家身子 你下贱 行了 一介草民 让她跟丞相之女平起平坐 爱谦此举 是想打丞相的脸 还是朕这个刺婚人的脸 臣不敢 萧将军 应该联系眼前人 臣明白 多谢陛下提醒 萧送氏 也应该谨言慎行 莫要含了宋相的心 看来以后要想合理 就得萧子谦自己去跟皇上提 让萧子谦来承担天子的怒火才行 宋瑶芝 两年不见 你倒是变得有心机有手段的多了 松手 疼 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 是你心学的招数是吗 你想多了 松手 松什么 你不就是喜欢我这样对你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发什么疯 你当我是谁啊 是随随便便让你欺负的林柔啊 干清楚了 我是宋瑶芝 我父亲是当今丞相 你放心 我看得很清楚 我也记得很清楚 他记得很清楚 宋瑶芝是如何以权势相逼 逼着他娶了他 那就再记清楚一点 这样方便提醒你以后少在我面前发疯 我不是派人告诉了你 今日要去上香吗 为什么你还没骑 我不去 我给你半个时辰洗漱打扮 半个时辰后 你要是还是收拾不好 就不用收拾了 直接就这么去 他为什么非要让我陪着 他跟林姑娘单独相处不好吗 他若是单独带那个小贱人出去 那小贱人的名字就全毁了 我看姑爷那意思 怕是未来 想让那小贱人 跟小贱你平起平坐 我平时亏待你了 你穿成这样 去奔丧 他穿金大银 他要说他铺张浪费 他素衣素裙 他又讽刺他去奔丧 将军有嫌信 还是多给自己置半两身衣上吧 不知道的还以为将军府天天死人呢 你们先点吧 我去逛一逛 小姐 你怎么能现在离开呢 你这不是放着姑爷 跟那个小贱人培养感情吗 你以后要叫他林姑娘 我跟他总有合离的一日 所以你不必为了小子前 对林姑娘有如此强烈的恶意 这儿应该有斋饭吧 哎 金吴 你去找找 在哪可以吃斋饭 宋妖之本想自己逛逛的 结果他没有料到 这间寺庙呀 大的离谱 他逛着逛着 就不知道自己逛去哪了 只看见一间佛堂 突然 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只小狐狸 将香岸上的贡果 给撞到了地上 宋妖之联盟将小狐狸赶走 又去找被撞下去的贡果 陛下只需要每月十五 以鲜血浇灌子骨 养足三月 子骨就能吸走陛下身上的母骨 可有什么忌讳 在这三个月之中 陛下一定要保护好子骨 为何 陛下所撞的骨 独名曰生死骨 现在陛下身上的母骨为生 这只子骨变为死 这只子骨一旦咬到了人 就会立即没命 被咬到的那个人 就会成为子骨的宿主 从此跟陛下同生共死 真有这么高端的骨虫 陛下 真巧啊 你听到了什么 我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你很聪明 聪明的人活不太长 想到刚刚他们的对话 宋妖之伸手就抢过了那个木盒 就将手伸了进去 指尖一疼 而木盒里的黑色小虫子 摆动着身体 看着就要一面呜呼了 你想死 朕成全你 陛下不可 陛下现在跟她的命数相连 她若死了 陛下也会 君姑娘可还有破解之法 可以用她的血 再养一条子骨 需要多久 这少嘛 需要三个月 每月初一十五 放血被养 我放血 想要多让血都行 但是我不想死 每月初一十五 朕都会派人接你进宫 那臣女 就先出去了 宋妖之 丞相扶满门的命 可都背在你身上了 陛下 就这么放她走了 她这么怕死 你一定不会乱说话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真的没有偷听 骗人的意思 我都走了好几圈了 都走不出去 我迷路了 陛下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我 朕带你出去 宋妖之 今日是微服 舞弊行礼 萧兄 刚刚碰巧遇到了萧 小姐 姑爷让林姑娘搬走 林姑娘要走 萧子谦把林柔儿赶走了 那谁去唆使萧子谦 跟皇帝提合离 你想赶她走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误会 这是天大的误会 你就这么把救命人赶出去 是不是太不仁义了 当日林得殿前 你是怎么说的 当日 她那不是想合离吗 那日你要是心性坚定一点 陛下肯定就给你赐婚了 喜欢林姑娘 那就要全力以赴 我跟柔儿之间清清白白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要是今日把林姑娘赶走 她一个可怜的女子 一定会在外面受尽机灵的 你可不能做那种薄情寡义 能写无情狼心狗肺之人 萧子谦看了宋妖之扮上 宋妖之 最狼心狗肺之人就是你 将军 请将军不要赶人儿子 听听听 这多可怜 多几惨呢 你这么想我留下她 嗯 非常想 那就留下 赶紧起来吧 跪疼了吧 夫人不必如此惺惺作态 啥意思 你跟将军这桩婚事 是陛下一次 就算将军与我之间 情义在世 也生不过君威皇权 夫人真犯不着 一次次地利用我 来试探将军 伤害将军 你可能是跪得脑子 有点短路了 要不你去睡会儿 吸吸脑子 夫人想要拿我要挟将军 不可能 丞相大人就算再厉害 也不能逼着他爱你 年轻人这么服教干什么 原助理 这个林柔儿也是个悲情角色 原女主自尽之后 萧子谦痛失至爱 但她并未将林柔儿给送走 又不肯给她名正言顺的身份 她给萧子谦生了三个女儿 后来郁郁而终 晚上 宋瑶芝吃过晚饭 就在等着宫里的人来接她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你装什么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她今晚还有事 无心跟小子仙纠缠了 你闲得没事 赶紧回去洗一睡吧 你不是跟宋相说我冷落你了吗 今夜我就来宠幸你 一定伺候好你 你伟哥吃多了是吗 牛仔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府里面有个小池塘你知道吗 然后从这出去看到一片水域之后 你就跳下去 宋瑶芝 你到底想干什么 哎呀反正你先走吧 萧子谦没动 不是 你还真想跟我睡觉啊 这剧情才哪到哪啊 她记得 原住里两人快大结局的时候才睡的呀 萧子谦 你不是恨我恨得要死吗 难道 你对我是因恨生爱了 你做梦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你的 那就好 那你可千万别爱我啊 不然我都看不起你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娶你 我对你 也就只能这样了 你要是受不了 就去找你爹 让宋相求陛下为我们和离 你要是不想和离 那就在这府上安安静静地过 做男人真好啊 永远都能为自己的渣男行径 找到借口 明明萧子谦是借着宋相的事 将萧甲这个破落户扶了起来 只提自己被权势所压 娶了自己不爱的女人 现在让宋相去求陛下 让他们和离 哼 炮火都让他们宋家顶了 他做想升官发财 死老婆这种人生美梦 而且 至今园主跟他连洞房都没入过 这顶级牛郎都没这么贵的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你去找丞相告状了 对不起小姐 我不知道萧子谦会这么对你 请我 夫人跟我走吧 陛下该等急了 真以为你已经畏罪潜逃了 宋姚之还没看到人 就扑通一声跪拜下去 起来 放血 宋姚之立马爬了起来 结果抬眼一看 这身材 好得宋姚之愿意为他花钱 真看你这眼珠子留着也没什么用 要不挖了吧 陛下饶命 神女不是故意的 你要是一直住在宫里 膝盖都该磨出茧子了吧 神女若是一直住在宫中 膝盖磨的肯定不是茧子 那磨的是什么 这磨的都是臣女对您的忠心 与爱的呀 现在就是你展现忠心的时候 起来放血 她现在就是后悔呀 没事在寺庙里瞎逛什么呀 你再磨蹭 以后就住在这宫里 不必出去了 不用不用不用 她在心里安慰自己 就相当于无常献血了 陛下 淑妃娘娘在外边吵着要见你 说朕已经睡了 让她回去 三一半眯着眼睛 找宋瑶芝看去 你把眼睛挖出来 陛下饶命 神女知道错了 怕是饶不了 你每月要进宫两次 以后还不知道要听到见到 多少不该你知道的事 宋瑶芝语哭无泪呀 她就听到半夜三更 她的小老婆来找她睡觉呀 哑巴了 君要我死 我进屋 先卖左脚都得死 哈哈哈哈 那你可以以后选择闲卖右脚 说不定朕看得高兴 就不看你的头 宝君有这么好说话 这好像跟书里写的不一样啊 本宫今天必须要见到陛下 给本宫让开 天桥这他就要闯进内殿来 曾一突然翻身 就将他压到了软榻上 陛下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若是不他认出你 你这脑袋就不用要了 宋瑶芝连忙抬手 想他往下一代 陛下 你可不能请我 不然我们俩这就是婚内偷情 这是要被拉出去进猪笼吗 你闭嘴 陛下 宋瑶芝觉得啊 这生意跟自己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他以前啊 刻过淑妃跟鲍郡的CP 鲍郡虽然坏 但他特别宠爱这位淑妃 到了后期 揭露了淑妃其实是锐王派进攻的暗探 鲍郡都没有责怪过他 而淑妃最后也背叛了锐王 选择跟暴君共进退 暴君在这场权威之争 失败落马之后 被诛杀于飞双垫 淑妃也是自尽而亡 陛下 你 你们在做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这就是陛下今日来 不找血淫的原因吗 今日当职的人是谁 是廖统领 廖妃当职不力 便为诺州节度使 其余人等 全部去慎行司领发 宋瑶芝听到慎行司这个名字 就想到原助理 对慎行司的形容 进去的人 鲜少有能再出来的 愣着干什么 起来放血 他在陈毅的注视下 走到水晶斩边 拿起刚刚那把匕首 割了自己一刀 等到斩内盛满了鲜血 陈毅才喊了停 突然这么听话 你在想什么 神女想赶紧回家睡觉 你觉得这很残暴无情 那些工人很可怜 宋瑶芝没出声 陈毅又笑起来 他觉得宋瑶芝可真有意思呀 平日里胆小如鼠 怕死得妖命 居然还在因为一些 不相干的工人 跟他赌气 朕确实就是这么一个 残暴无情的君主 但朕今日心情好 便给你一个机会 将身上的衣服脱干净 脱一件 就一人 这可真不是个东西 怪不得肖子谦跟锐王 一心想要夺他的权呢 怎么 不愿意 我能再穿几件衣服吗 残忆脸上的笑容僵重 我这全身上下 龙共也不够五件衣服 他脱光了 也才能救五个人 你若脱干净了 除了廖飞 其余人的刑法全都免了 宋瑶芝明白了 迅速地脱下外伤 礼衣 裸裙 此时他身上 只余了一件肚兜根礼裤 三一还在看他 他眼里带着细血 仿佛堵定了他不敢 宋瑶芝又要去脱裤子 行了 朕不想看你这种 不知羞耻的丑八怪 穿上 陛下 我不丑的 我身材还可以的 宋瑶芝 你害不害臊 你在我面前脱成这样 这是狗和 这不是陛下要求的吗 就算要进猪笼 也得是陛下你先进猪笼 陛下你不让我脱 那 那些工人 朕说到做到 穿上衣服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公主有何吩咐啊 看到岑方宁那个显摆的样子了吗 本宫刚刚跟他对诗书了 岑方宁是青龙的女儿 也是个郡主 常乐 这就是你的帮手吗 我记得摇指舞跳得不错 这诗嘛 当时从未听他做过 我听子仙哥哥说 女师做得很好 你要是帮本宫赢了他 本宫就赏你个心愿如何 好啊 成交 今日这菊花开得甚好 我们便以菊花为题 好 你先来吧 本郡主怕我做完之后 你就没脸做了 还是郡主先吧 昨日风雨 摧风水 长空雷震 乱心飞 今日晴空 逢旧有 红尘花开 好时候 宋药枝 该你了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 摆花纱 冲天香阵 透长安 满城静带黄金甲 好一句 我花开后摆花纱 好一句满城静带黄金甲 萧夫人文采斐然 无人能及 瑞王 是瑞王吗 方宁 你输了 文助理 这位瑞王 情怀天下 干到岑义 那个暴君之后上位 就被百姓 称之为一代神君 姚芝姐姐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你帮本宫出了一口恶气 我们以后 就吵姐妹了 有人漏水了 这被救杀了之后 竟不是根本都毁了 小姐 是姑爷呀 是他就好 从宫主府回来之后 宋药枝就听说 凌柔儿病嘛 萧子芊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宋药枝猜测 萧子芊很快就要将临柔儿取经府中了 也不知道萧子芊什么时候 才来跟她提这件事 结果 她左等右等都没等来萧子芊 反倒等来了太后的传照 萧夫人 太后她老人家正在午睡 你恐怕是要再等一会儿了 那我们先站起来吗 没有太后的允许 你这样起来是失疑 宋药枝打了个冷战 这样的难受劲 让她突然想起了这一段剧情 在原住里呢 萧母死后 萧子芊被太后养了两年 当年太后没能做住萧子芊的婚事 这让太后就记恨上了宋药枝 而今天这一出也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萧子芊想取临柔儿为平妻 在皇上那里碰了病 就来找了太后帮忙 太后便借此机会 好好地折磨了一番宋药枝 她记得原住里 宋药枝在这儿 临着与贵道的深宴 从此就落下了 阴雨天腿堂的毛病 宋药枝是怎么活救来着 哦对了 这萧子芊进宫 向太后求了情 这阴险狡诈的小人 明明宋药枝所受的苦 都是因为她 最后她出场求情 倒显得她好像英雄救美了 宋药枝是绝不肯在这儿跪到深宴 更不想被萧子芊救 在这儿跪着干什么 太后传臣女进宫 但太后在睡午觉 让臣女在这儿跪着等 蠢 让你跪你就跪 我不跪的话 万一看我脑袋我不就是干了吗 你可以装晕 太后下的一旨 将萧子芊迎娶柯柳郡主为平妻 柯柳郡主 就是她带回来的那个女人 太后将她认作了义名 想到未来的日子 她也顾不上膝盖有多疼了 求陛下 让我跟萧将军合理 真可以让她娶不了客人 她立刻就听明白了残疑的意思 圣上此婚 脑能说合理就合理啊 站不住 没知觉了 处林 叫人抬软叫过来 把萧送时送回将军府 臣女如果就这么走了 太后会不会一个不高兴 就砍了臣女的头啊 放心 你这个脑袋正宝了 怎么回事 又在躲什么气啊 难道不是将军进宫之后 找太后告状 让太后帮你出气吗 太难得有些心虚 我没有 我不知道太后会 你想娶灵姑娘 我也没有说不让你娶啊 可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你想让我死啊 萧子谦 我自问 除了逼你强取我这件事情之外 我从未对不起你过 再说了 你萧子谦敢说一句 你从未在与我的这桩婚事里 得到过一点好处吗 无论你信不信 我没有这样想过 你永远都会是将军夫人 不会有人跟你抢 你干什么 萧子谦一眼就瞧见了手腕上 触目惊心的刀伤 身体发佛受之父母 你怎么能为了我做出这种事情 萧子谦以为啊 她这伤是为情所困 一时想不开 这伤是我不小心划伤的 跟你没有半年的关系 萧子谦没有慷生 她怎么会相信宋姚芝的狡辩呢 她至今记得 两年前的宋姚芝有多么喜欢她 原来这女人为了她 还是这样的疯癫 宋姚芝原本想挣扎的 但被她这么一抱 突然想到自己 不用再忍受走路之痛 夫人现在内心 已经快急度到要发疯了吧 急度什么 将军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不是一直都是你吗 既然你知道她不喜欢你 为何不放过她 你个小贱人在胡说八道什么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我现在是太后清风的郡主 你对我不敬 你想整个丞相府给你陪葬吗 知道怕了 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林姑娘 清雾不会说话冒犯了你 我带她跟你道声歉 你看这个跪 是不是就免了 不行 她冒犯了我 你我都知道 太后抬案你 是因为萧紫谦想娶你当平妻 你怎么还当真地以为 自己就能够耍郡主的威风了 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这件事 便就这么算了 小姐 清雾错了 站起来 以后不许给我 昨日宫里的事 家里都已经知道了 父亲让我来接你回家 等回了家 我跟父亲都会去陛乡那里请旨 让你跟萧紫谦合理 他不能跟大哥回去 刚好你不是要娶妻了吗 那咱们就这样算了吧 我与姚之是陛下赐婚 陛下那里 不知道大哥 要怎么交代 宋某自会跟父亲 前去陛下那里请罪 丞相府今时早就不同往日了 萧将军 若有心 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的婚事吧 大哥 要不我们再等等 姐姐 你不必考虑家里 他如何能不考虑啊 这是多么好的一家人呢 他是无论如何 都要护住他们的 既然我的夫君不愿意我回家 那我就不回家 大哥 我心里有数 你放心吧 今日还是要放满血吗 放满 放了一会儿 宋姚之便觉得头晕得厉害 为什么不说话呢 血流太多了 虚得慌 这是什么 不要 多谢陛下 陛下 臣女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还有你不敢问的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陈女跟萧子谦合离的吗 你说此婚就此婚 你说合离就合离 你把圣旨当成什么了 刺客 丢刺客 残忆瞧着宋姚之的动作呀 真的是被气笑了 就在这虚语之间 血练有色的黑衣人 就朝残忆看来 黑衣人的刀还没碰到他 就被他一脚踢翻 他手里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抢来的刀 手起刀落 就将被给黑衣人割了喉 臣救驾来迟 请陛下责罚 萧将军怎么会在这里 今日宫内不太平 锦王殿下今日 便调了陈在宫内当职 宋姚之翻身就想爬出去 萧子谦余光 撇见旁边人的动作 来人 送这位娘娘回宫 不用了 把锦也更震水 他静止就朝宋姚之走过去 以身体挡住萧子谦的视线 浮身便将宋姚之抱了起来 宋姚之立刻将脸埋进陈毅的怀里 臣恭送陛下 等陈毅快要走出去了 他才抬眼 那双袖鞋 看着怎么跟宋姚之之前穿的那双紫色绣花的一样 放我下来 宋姚之不敢呕起来 你头一次见到杀人是不是 宋姚之点头 给你 宋姚之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他玉佩 朕是天子 等仙鬼怪不敢进身 你拿着朕的玉佩 即便晚上有冤火来找你索命 他们也不敢进你的身 多谢陛下 虽然他是无神乱者 但心里安慰也是安慰不认 陛下知道那些人 是谁派来的吗 知道 上次我们做的可能不太隐秘 叫淑妃瞧见了你 什么意思 朕与臣子的夫人半夜行苟起之事 这若是传出去 你猜这天下人会如何议论朕 淑妃娘娘 她出卖你吗 是 怎么可能呢 明明书上说 淑妃虽是暗叹 可她不曾出卖过残忆 起来 跟朕去偏店放血 不行 我腿软了 起不来 宋姚之 真看你胆子真是大得很 哪有 我都怕死了 哼 宋姚之 我问你 你昨夜有没有出门 萧子仙等不到她的回答 低头 去看宋姚之放在床边的鞋子 跟昨夜她在飞双店看到的那双并不一样 萧子仙松了口气 宋姚之 你昨晚是不是出去了 我听说你眼识了还要了水墨浴 姑爷 难道现在我们小姐连沐浴都不行了吗 这是对主子说话该用的语气吗 不懂规矩 就趁早发卖了 萧子仙 少在我这耍威风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玩沐浴吗 因为我又为你自尽了 宋姚之抬高了手 给萧子仙看她血淋淋的伤口 看到了吗 这是我为你割出来的 宋姚之 你疯了吗你 我就是要让你看着 我这些伤都是为了你 萧子仙 即便是柔儿金服务 将军府的大夫人依旧是你 你何必如此伤害自己啊 将军夫人 你以为我稀罕这个破名号吗 再过几日 我就会将柔儿迎去幸福 你 莫要再闹了 小姐 秦吴现在才知道 你心里那么苦 宋姚之想解释 刚刚那些话都是她演的 小姐 你都没瞧见 府中搞了多大的牌照 比小姐你入府的时候精致多了 毕竟人家娶的是一中人 给一中人花再多的钱都是愿意的 你们是谁啊 放肆 这位是太后身边的杨嬷嬷 太后今日叫奴婢来 其一 是为恭贺萧将军大婚 其二 她前些日子辱骂恪守郡主 那便由奴婢代劳 好好地帮将军夫人 好好管教一番身边的丫鬟 夫人这是干什么 我自己的丫鬟 由我自己管教 嬷嬷若是无其他的事 就请先离开吧 奴婢还没做完太后吩咐奴婢要做的事呢 她一把就将宋瑶芝推到了一边 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就抽到了青雾的脸上 可杨嬷嬷明显还嫌不够 杨手又要抽下去 住手 住手 杨嬷嬷又抽了两个耳光到青雾的脸上 你给我住手 我父亲是丞相 你要是再敢碰他以下 我一定会告诉我父亲的 奴婢侍奉太后一职 小姐 我要再说了 青雾不讨 放给我 夫人 今日是郡主跟萧将军的大婚之日 奴婢就先行告辞了 还不去请大夫 青雾 青雾 你还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青雾只能瞧见宋瑶之嘴巴在动 她什么都听不清 沙嬷嬷说 今日是将军大喜的日子 咱们不能请大夫 张嬷嬷是府中的管事嬷嬷 将军娶了平妻 就丝毫不将我这个正气放在眼里了吗 你打扮成这样来着又是想干什么 我不想在今日跟你吵架 你赶紧下去 夫君 我并不建议你娶心腹 可你不能让我没有了活路 哪里来得丰富 还不赶紧给我拖下去 九颗柔郡主 放我一条生物 今日宾客来得很多 宋家为了宋瑶之一个没来 可这里面有根宋相交好的缠子 小将军 你去贫气也就算了 那还想对正气赶尽杀绝吗 别怕 你说吧 你又要闹什么 刚刚杨嬷嬷 来我的院子里找过我 告诫我不过是一介臣女 比不上柯柔郡主 金尊玉贵 就因为前几日 我的陪嫁丫鬟 为了这桩婚事顶撞了郡主几句 今日杨嬷嬷 就带着人将我的丫鬟打得人世不知 我求他们不要再打了 可杨嬷嬷却说 这是带郡主打的 你胡说八道 我何时说过这些话 嬷嬷没有说 那便没有吧 姚之只是一介大臣之女 哪敢跟太后身边的嬷嬷争论 只是还请将军行行好 为我的婢女找位大夫 她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也就不活了 这个小贱人 她那二十个巴掌 怎么可能把人打出事 她也没贬低什么大臣之女 这明显就是故意的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做 郡主若是没有 那为何杨嬷嬷 要带着那么多人到我那里 按着我们就要打 难道是太后不喜欢我 就想要教训我是吗 将军 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为了你 日日守在这空荡荡的将军府 只怕着你能够平安归来 你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郡主 我也不曾怨你 可你为何要让人欺负我呢 往日宋姚之还真不愿意 在萧子谦跟林柔儿的身上 下那么多心机手段 可林柔儿触及到她的底线了 就因为一句话 林柔儿接了这么久 还要告到太后的面前去 就为了压她一头 打她的脸 说是今日她不闹这么一场 来日她必定永无凡身之日 将军 我真的没有 这件事情可能误会 你先起来 我让人立刻去请大夫 真的可以请吗 刚刚张某某还拦着我 说是今日是大喜的日子 我不能请大夫 不吉利 即便我死在府中也不能请 芝芝 你现在就起来 带着你的裴角丫鬟跟老夫走 老夫送你回相府 好 多谢师伯 我们现在就走 慢着 周大人 姚之是我的夫人 你说带走就带走 这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将芝芝一个人扔在京城两年 你可又想过合适不合适啊 小某与姚之这桩婚事是陛下亲次 即便小某做了什么对不起姚之的事情 也该陛下决断 就算姚之想回娘家 也不该是非亲非故的周大人你带她回去 芝芝自笑唤我一声世伯 什么非亲非故 你在这放什么屁啊 世伯 她说得对 就算我要回去 也应该是我大哥来带我回去 劳烦世伯 能带我给我大哥传个话 芝芝在将军府 等着她来接我 那老夫就先告辞了 今日婚宴已经结束了 小某就不留各位了 姐姐 柔儿并非有意要去向太后告状 这是前些日子 太后找柔儿问话 柔儿一时悲从中来说漏了嘴 柔儿从未想对姐姐做什么 鬼她做什么 她心机深沉 就算今日太后不派人 去教训她的身边的婢女 她也会找到由头来大闹这场婚宴的 你闹这么一出戏 就是为了在满朝文武面前污蔑柔儿 不让柔儿好过 之后你在府上 便想怎么欺负柔儿 就怎么欺负柔儿了是吧 宋瑶芝 你就是个毒 将军 你敢打我 是 你受不了可以以七出之罪修了我 你不修就是你没有种 宋瑶芝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对将军 你怎么可以打她 她是你的夫君啊 她是你的夫君 不是我的 请我挨了二十个耳光 我迟早会还回来的 将军 姐姐 她是不是很讨厌我 你无需多想 她做这些 不过是想闹给我看 姚芝之错 婚姻之事 不可强求 请父亲带姚芝回家 芝芝 为父从未觉得你有错 我们现在就回家 姚芝 你可以回娘家住一两天 过两天就得回来 你没事吧 我们还未合离 你可以马上修了我 若你怕陛下怪罪 你跟太后不是情同母子吗 你可以去求救太后 让她帮你修了我 宋瑶芝 若你今日敢离开将军府 日后 我绝不会去接你回来 之后你八台大叫求我 我都不会回来的 萧紫芹死死地盯着宋瑶芝 她期盼着 能从她的神色之中 探到一点欲情故纵的神情 可是她什么都没看出来 萧将军 我放过你了 难道你后悔了吗 你想让我留下 宋瑶芝 我从没这样想 你想走就走 只是你要走就走 将军府的东西 不准带走 萧将军 若你要将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芝芝的下装 师父也应该请萧将军 尽快返还到丞相府 大哥 我跟他还未合离 若是合离 我自会返还的 只是这些东西就别带了 委屈我们买心的 我们走 宋瑶芝 若是你今日离开 以后你再也不会是将军夫人 我一定会请陛下 赐我们合离 我等着你的合离书 还望萧将军 说到做到啊 他说完便走 没有一丝的留恋 萧紫芹眼睛都红透了 他从没想过 宋瑶芝会这样 头领地回来就走 相军 您没事吧 这些东西 他是什么时候整理的 是 是夫人刚刚回来之后 就自己整理的 他以为他闹这么一场 是想让自己在意他 原来他在闹上洗糖的那一刻 是打定了主意要离开 其实既有心要与萧紫芹合离 应该跟大哥还有父亲 好好商议一番才是 不该如此莽撞行事 大哥 你看出来了 来之前没看出来 因为你是真受了欺负 但刚刚看你走得那么爽快 便看出来了 他闹那样一出息 让天下人都以为 萧紫芹仗着太后的事 欺负他这个正气 如此这般 哪怕是陛下赐婚 这桩婚事在旁人眼里 都是宋瑶芝受尽委屈 宋家带他离开 姿势和情合理 我也并非莽撞行事 只是太后欺人太甚 让人将青雾打成那样 我自是不能让青雾白白挨打 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大哥只担心太后因此记恨上你 即使罗太后真要因此记恨之之 只要我一父还在这个位置上一天 他就动不了我宋家人 姚芝姐姐 快来打马球 我不会啊 对了 其实我连马都不会骑 你居然不会骑术 你是太蠢 还是家中没人骄傲 其实就是我又懒又笨 实在学不会骑术 你还好意思 说姚芝姐姐呢 你个手下败将 不要吵了 你们都不要再吵了 够这样 你们比一场马球 谁赢了就能够拥有我 好啊 宋姚芝你不要脸 谁要拥有你啊 郡主快跟公主一起去玩吧 我就在旁边为你们加油助威 淑妃娘娘到 之前听闻宋姑娘是才女 可今世一见 倒也不过如此 淑妃娘娘 姚芝姐姐又没招惹你 你这是干什么 难不成 皇兄喜欢姚芝姐姐 你知错啊 宋姑娘 是萧将军的夫人 陛下跟她 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宋姚芝突然就想到 上次那次刺杀 想到萧子芊突然闯入 原来淑妃告密 坑害岑毅 是以为她跟岑毅有一腿 淑妃 皇兄真的喜欢姚芝姐姐啊 你看你的表情都快藏不住了 嫦娥公主 你可知己于陈子夫人 对陛下而言 是一种什么样的诋毁 你既然也明白 那就不应该为此 找姚芝姐姐的事 皇兄给你抓了一只火红的小狐狸 你快去瞧瞧 多谢段王殿下告知 切身 这就去 不愧是伤骨之女 就是伤骨的台面 不就是只狐狸吗 就是就是 不就是一只狐狸吗 下午我这儿兔子送给你 好啊好啊 瑶芝姐姐 咱们一起过去 陛下 这头狐狐狸 真漂亮 臣妾 能将这头狐狸 养在宫中吗 你喜欢就养 陛下 对臣妾真好 臣妾看她 腿上流了许多血 臣妾 能将这头狐狸 爆出来智商吗 随你 这是送给你的 你想怎样处理 就怎样处理 小可爱 本宫带你去疗伤 快快快 抓住这畜生 都给阵飞到一边 你别乱动 小心 它伤了你 小狐狸 用头去蹭她的脖子 淘汰欢心 瑶芝姐姐 她好像很喜欢你 好像是 来人 来人 把这头畜生 给我剥了皮 娘娘 瑶芝能否向你讨个赏啊 请您将这头小狐狸 送给瑶芝啊 不行 赶紧放手 那是本宫的东西 姑娘 给我吧 宋瑶芝捶着眉眼 抱着小狐狸 没松手 姑娘 你不松手的话 属下只能动手了 慢着 不过是头畜生 闹成这样干什么 可这是陛下赏赐给臣妾的 这下午在给你裂头白的 这头 赏给萧颂是吧 众人惊讶于 今日 咱也居然如此好说话 这若是换做以往呀 这头狐狸 伤了他最宠爱的叔叔 他必把这畜生 剥皮抽筋 瑶芝姐姐 黄兄对你可真好啊 陛下人后 此时换成谁 陛下都会这样做的 不可能的 瑶芝姐姐 你若当时就入了宫 指不定啊 现在就没有出费什么事了 公主可饶了我吧 我还想再多活几日呢 常乐身边的侍女抱 说是太后来了 叫常乐过去 她不再赐您宫吃战剑服 跑到猎场来干什么 黄兄见到她 又要寄到杀人 公主快去接驾吧 那我先走了 瑶芝姐姐 驾午别忘了给我抓透仔 好 听他们说 你刚刚喂了一头狐狸 跟舒飞娘娘争执了起来 总瑶芝 你做事为何耸不着脑子呀 你快闭嘴吧 对了 萧子谦 我希望你能去向陛下请旨 与我和离 萧子谦远分一变 仿佛狠是生气 你为何不去 因为这桩婚事是我求来的 再由我请旨 陛下肯定会觉得我漠视天威 你随便找个理由 说我善度 你去求陛下 陛下肯定会应允你的 你怕你宋家受罚 便让我去承担这个后果 难道你不想跟郡主两个人 过上和和美美的恩爱日子吗 你也不用担心我再找一个 我们虽然和离了 但我永远爱你 她都把话说成这样了 那萧子谦又再不同意和离 就有点不礼貌了 夫君 我会考虑 她不该再去伤害柔儿 柔儿对她这样好 那我先走了 萧子谦欲言幼稚 最终是没有叫住宋姚志 提个乡也村妇 攀上了高枕 就以为自己真能飞上枝头变凤凰 平起 平起算什么东西啊 可不是吗 一个乡也村妇 也配跟长相府的嫡女争 柔柔郡主 惯会在我面前耍威风 怎么今日有旁人骂你 你就闭口不言了 姐姐 柔儿从未对你耍过威风 虽然柔儿 分走了夫君对姐姐一半的关爱 但柔儿 从未想过 要将夫君从姐姐身边抢走 哭什么哭 姚之姐姐被你抢的男人 还被你算计赶出将军府 她都没有哭 你还有脸哭 从前 她也是受人尊敬的一事 在战场上救人无数 可如今 她顺人看低嘲讽 都无法反驳 姐姐 既然有这么深的怨气 那可自己 去找夫君言说 为何要让大家这样欺负我 你若觉得 是我让大家欺负你 你可以去跟萧子谦告状 然后让她凶我 你看她 敢不敢为了你凶我啊 夫君在边关受了多少伤 姐姐并不知道 姐姐若一心念着夫君 就不要再琢磨她了 什么琢磨她 她 萧子谦为何能够领兵啊 还不是仗着我们宋家的事 夫君从未亏欠过你们宋家什么 她即便没有你们宋家 夫君也能加官进爵 萧子谦踩着我往上爬 现在加官进爵就想修了我 简直就是诸狗不如 而且你觉得 她萧子谦舍得修了我吗 我父亲可是丞相 宋妖之 你以为我不敢修了你吗 将军 你要修了我 我此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娶了宋妖之 囚裂之后 我会让人将和黎叔送到丞相府 你们丞相府的门槛太高 我萧子谦攀不上 从今以后 我萧子谦只会有一个妻子 那就是柔儿 欺我萧子谦的妻子 欺负她 就是欺负我 宋妖之心底是笑成了花 她等的就是这份和黎叔啊 若飞为了这么一场戏 她早先就不会同意冯夕他们 故意给林柔儿找事了 小宋氏 你不在营帐里 跟女生们待在一处 在这干什么 我不是你把那头狐狸给弄死了 在这里埋屎 不是 臣女在这抓兔子 臣女这是挖陷阱的 凤妖之 朕觉得你真是个人才 臣女 多谢陛下夸奖 朕是在夸奖你 那不然呢 若你这样就能抓住兔子 那本朝百姓也不必再种田了 全都去山上抓野兔 陛下说得对 臣女若这样抓住了兔子 陛下可以大力宣传 此等猎捕手段 臣女最常愿意倾囊相受的 哼 真看你这舌头是当真不想要了 也来 上马 真带你去抓兔子 宋瑶之 惶恐地看着他 一时间竟想到了 方才淑妃对他的针对 天哪 这岑一 不会真的喜欢我吗 宋瑶之 要不这样 陛下你先去把兔子抓回来 神女就在这等着你 宋瑶之 这是你 岑一 归起马边 便送马冲了出去 宋瑶之 宋瑶之 趴在马背上没有动 死了 吓晕了 岑一正想说自己腿软下不来 又想到之前他腿软 这感觉就很不对劲 岑一看他那样 就想上前来扶他 宋瑶之 赶紧翻身 从马背上滑了下来 你这是什么反应 陛下 神父其实 对萧将军 情根深重 神父这辈子 都不能没有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过了 他也不能主动拒绝岑毕 毕竟 这是要砍头的重罪 那他就只能先拿萧子千出来 当挡箭牌了 岑一想到他 他刚刚下马不让他碰的样子 宋瑶之 你以为朕对你有兴趣 宋瑶之 没吭声 宋瑶之 你这样自作聪明 总有一天会让自己吃大亏 陛下教训的是 瑶之以后 一定挺严慎行 起来 朕不想听你演戏 今日特意带你过来 是让你过来放血 哦 我这就开始 我们还是不能一起离开太久 万一引起什么误会 可就不好了 跟朕过来 宋姑娘 这是去吧的药 谢谢你啊 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君福看了岑一眼 正想解释 这瓶药 其实是岑一让他准备的 君姑娘 先为朕诊脉吧 我们不能离开太久 陛下 我们是一部偏殿 还是 就在这儿说 就在这儿 我去偏殿放血 这种秘心 若是被他听了去 他便是把身上的血流干 都不可能再远离黄泉了 这点出息 君姑娘请说 朕的身体 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陛下是否 已经失去嗅觉了 味觉也没有 接下来 会是视觉 惊觉 痛觉 若宋姑娘 在三个月之内 养不住紫城 朕会成为一个废人 是吗 这便是他想要的 陛下 我一定会尽全力治好你 我问你是朕 而此时 天殿的宋摇之一脸的无语 这他娘的不隔音呢 他真是没有想到啊 原来给残忆下蛊虫的人 竟是太后 虽然残忆没有提太后的名字 可他知道 今日午间 只有太后一个人来了猎场 弄好了 嗯 是的呢 走吧 宋摇之人 朕刚刚跟君姑娘说的话 你是不是听到了 陛下刚刚跟君姑娘说话了吗 我不知道啊 宋摇之人 你知不知道 朕也曾在偏殿里待过 陛下是什么意思 臣女听不明白啊 听不明白便算了 走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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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同领呢 罗同领去哪了 让他赶紧来救火啊 请各位公子小姐先去别处闭火 以防大火烧到这里来 他说过 他势必不会放过任何人 哪怕那是太后呢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说就现在说吧 我明日便会向陛下情侄和离 希望你明日不要再死沾烂倒 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你再怎么逼我 都只会让我更加厌恶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哭闹 更不会死沉烂倒 其实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希望你这次真是如此 宋瑶芝站在眼底 内心简直笑到快要跳起来 只要一想到 明日便能彻底甩开小子线 宋瑶芝兴奋到睡不着 不知陛下找臣女合适啊 咱们今天的事情不都干完了吗 放心 宋瑶芝慌忙拿起匕首 眼睛都不眨一下 便就割了下去 过来 来阵身边 宋瑶芝静止走到残义的面前 试探向他抬手 将手放在他的面前 残义微微侧脸 仿佛是在用耳边去辨远方位 他这样明显的动作 宋瑶芝一眼边确定了一件事 残义 瞎了 宋瑶芝屏住呼吸 他将手腕凑到残义的船边 宋瑶芝 你还说你什么都没听到 你知道的挺清楚啊 陛下 我就想赶紧扬号鼓冲 如果陛下担心臣女会在外面 乱说什么 臣女可以找一间寺庙 一辈子都不再出来 陛下 臣女当真不想死 残义不再说话 他将唇贴上宋瑶芝的手腕 如若不是军服说 宋瑶芝的血可以缓解古都 如若不是这次缺失的是视觉 他永远不会这么做 陛下早还生起气来了 和我血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开心一些啊 这样才能显得我这个血有价值啊 残义原本极其反慢的 他刚刚只想杀人 可现在他不想再杀人了 他就想开口吓唬宋瑶芝 一松开宋瑶芝 他一把将旁边的肠被推倒在地 宋瑶芝一惊 本想跪下去 但突然想到 残义看不见了呀 宋瑶芝 为什么不跪 你是不是觉得正看不见了 所以便不必跪了 当然不是 臣女玫瑰 只是因为今日血流太多 晕得慌 她跪下去之后就站不起来了 那还得劳烦陛下你抱我 不说八道 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 你如何觉得朕会抱你 朕凭什么抱你 之前陛下你都抱了 只有那一次 以后你想都不要想朕抱你 好的吧 除非情况特殊 皇兄 楼通领在母后的仗营里 出大事了 皇兄 楼通领在母后的仗营里 出大事了 不得了了 出大事了 陛下 痴女 痴女 她编不出来借口了呀 老子姐姐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皇兄 你们这是 她来早站下旨 让柯柔郡主 跟萧子情合理 和皇兄 你没有穿衣服啊 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不想要脑袋的是吗 皇兄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跟你说 楼通领在母后营帐内 我们就先走了 陛下 他们会出去乱说吗 你觉得呢 瑞王殿下请陛下去太后营帐 出去告诉瑞王 朕有事不便前往 陛下要不还是去吧 朕不去 陛下可知 今日陛下若是不去 明日陛下与臣女共处一夜的事情 就会在文武百官之中被传遍了 知道 那陛下为何要如此 朕瞎了 去不了 如果宋摇之不来 他会找别的借口不去 可宋摇之来了 还被人看见了 宋摇之就是他最好的借口 谁都不会怀疑他身体出了问题 只会觉得他荒淫无度 所以 如果明日萧子谦 向陛下请旨和礼 陛下也不会再答应 曾义没有否认 他若是同意了萧子谦 与宋摇之和礼 他便坐实了 自己与宋摇之荒淫的关系 可他若是不同意 他跟宋摇之之间 那就是捕风捉影 全当谣言听罢了 那你可曾为我想过 曾义听心中烦闷无比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他并不想走到这一步 学够了是吗 够了我就先回了 宋摇之 你在耍什么脾气 没有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行啊 那你回去给我盖个招 等我什么时候想停了 我就自己在上面写 曾义想骂他得寸矜持 但想到刚刚宋摇之对他 那个态度 他便将这话咽了回去 你不愿意就算了 可以 世上之事 是不是就是冥冥之中 命中注定了 他日日想与萧子谦合理 眼看胜利在望 萧子谦马上就要去请止合理了 又因为他放的那把火 牵连出了一系列的事情 导致他大概永远都无法跟萧子谦合理 他本意是想用那把火 捅破太后跟娄平的奸情 随后他也的确报复到了太后 他们的事被捅破了 那二十个耳光算是还了 可蝴蝶笑颖又将剧情拨到正轨 因为他的报复导致他跟残义被捉奸 这是否代表他无法摆脱注定的命运 夫人不好了 怎么回事啊 外面的人都在传 昨夜大夫人在陛下的营帐之中呆了一整夜 昨夜太后那边出了事 陛下都没有过去 你说的是真的 咱们要不要跟将军说一声 这样的话将军肯定会马上跟大夫人合理的 这件事将军不能在我们这知道 他有自己的自尊 这件事我要当做不知道 夫人你真为将军考虑 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不告诉萧子谦 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萧子谦的什么自尊 他只是怕 怕萧子谦知道这件事之后 不会再提合理的事 他不能在此功亏一亏 求陛下能下旨 允许陈与宋瑶芝合离 瑶芝姐姐 你要是跟子谦哥哥合离了之后 是不是就能当我的皇嫂了 我跟陛下 其实只是露水情缘 一夜夫妻 好吧 你胆子真大 你居然敢去招惹皇兄 反正 岑一铁了心要利用他 那他当然要先发致人 岑一感觉到了宋瑶芝的目光 原本 他可以直接拒绝萧子谦的请求 这样 他便可以将自己摘干净 可此刻 他突然开始犹豫 陛下 臣与宋瑶芝没有任何感情 臣只想与柯如郡主好好过日子 我们之间 已经容不下宋瑶芝了 臣请陛下 放我与宋瑶芝合离 陛下可千万别 毁了他妈人的好姻缘 而且陛下可是天子 宁亲口赐的婚 陛下千万 千万要为自己想一想啊 臣看你与萧颂是极配 合离之事不必再提 曾一看向宋瑶芝 宋瑶芝仿佛是料到了他的回答 曾一错开目光 想着 他与宋瑶芝也不会有什么可能 他无需去考虑 日后宋瑶芝能否与萧子谦合离的事 他确实只该为自己想 我们是不是说好了合离的 为什么你刚刚不出来说话 我想合离 但陛下不会同意我们合离的 你根本就没有试过 怎么会知道 宋瑶芝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感情存在 你为何就是不愿意放过我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 我跟陛下的事啊 你又做了什么 没什么 这件事还是让别人告诉你吧 我怕我说出来你打我 宋瑶芝 我就不甘心你说的 宋瑶芝觉得呀 他真是误会了 他自己才是那个最想合离的人 那陛下是真心对你的吗 那刚刚他怎么没同意你跟萧子谦合离啊 他觉得我是萧夫人的话 我们俩在一起玩 就会比较有意思 刺激啊 原来皇兄喜欢刺激的呀 可不是吗 他玩得可花了 参见瑞王殿下 萧将军可知你夫人宋瑶芝 跟皇兄有一腿呀 殿下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恐怕现在文武百官都知道 左翼女夫人在皇兄的银帐内待了一整晚 水王殿下特意过来告诉我此事 是想做什么 将军别误会 本王只是不忍将军被蒙在鼓中 本王还有钥匙 就先行离开了 夫君 你没事吧 你知道吗 凌柔而神色一重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明明知道却不告诉我 还跟着旁人一起看我丢脸 夫君我没有 此事 原本就是宋瑶芝他水性洋化 丢脸的人是他 不是夫君你呀 宋瑶芝 要与你何人议 你便爬上了龙床 是为了气我吗 就是想看我丢脸 想让我成为一个笑话 小子谦是想去找宋瑶芝的 但他找过去就发现 宋家已经离开了 宋瑶芝一路睡回了城乡府 一条人命 一只耳朵 秦沃 你觉得划算不划算 小姐 什么人命啊 父亲说 太后营赵内出了点事 之前打你的那个姚嬷嬷 被处死了 约莫就是报应吧 岳父 今日我来 是专程过来带瑶芝回家的 她在娘家住得够久了 小子谦 你可还记得 当日我出府之时 你说了什么吗 你说 宋瑶芝 说你今日敢离开将军府 日后 我绝不会去接你回来 他现在 你在做什么呀 若非是你三心二意水性洋化 转眼就爬上了别人的床 日后更是不知道还要爬上多少人的床 你以为 我会回来接你 小子谦你放什么屁 纵瑶芝 你闹了这么大一出戏 我都不就是现在吗 现在你还不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去 小枝 大惊小怪什么啊 我这又不是第一次打你了 纵瑶芝 你到底还想闹什么 小子谦 你往下看 这配上雕刻的是一头舞爪金龙 纵瑶芝 纵瑶芝 你怎么敢的你 我什么都敢 你跟我过来 你要带我妹妹去哪儿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 我要问她是不是爬上了龙床 难道也要当着你们的面说吗 纵瑶芝 你还不过来 行了 就在这说吧 走远了我怕你打我 纵瑶芝 你到底为什么变成了这一招 你以前明明 因为你 你亲手杀了过去的宋瑶芝 小子谦 你永远都不可能再拥有一个 爱你入骨的宋瑶芝了 这就是你的目的 企图让我愧疚 包括你跟陛下那些事情 就是为了让我生气 让我不要跟你喝离是吗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那我告诉你 你成功了 送邀之难得深 权主要是何等的恋爱脑 才能把这男人 管得这样无法无天呢 如果我说不是 你是不是会觉得我在嘴硬了 不要再闹了 我知道你跟陛下 什么事都不会有 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 小子谦 其实秋烈那天 不是我第一次爬陛下的龙床 还有一次 就在陛下的飞双殿 当时陛下还遭遇了刺杀 当时你冲进来 救了陛下 当时被陛下抱走的 那个妃子 就是我 送邀之 多久了 送邀之 你跟他睡了多久了 小子先想到那日 他明明认出来了 那是送邀之的秀贤 可后来 他却被他一番话 给搪死了过去 其实你也不必这么生气 这两年的活寡 你不也没有手下去 找了个林柔儿吗 两年 送邀之 你怎么敢的你 这也不能怪我啊 是陛下逼迫我的 跟我没有关系 送邀之 你还给我装 我就说为何我一回来 你就要和离 原来是你另判了高枝 将军夫人当不下了 想去当皇妃了 可人家肯娶你吗 是谁不同意我们和离 是他 送邀之 我再问你一次 肯不跟我回去 不回去 总要知 你总有哭着回来的一天 若真有一日我回你将军府 势必是你萧子谦脱光了 跪在我丞相府门口附近请罪 将我请回去 你做梦 那便试试看呢 你与陛下之事到底是真是假 是假的 但是我要全天下的人都以为 我们是真的 我单纯想让他们两个两败俱伤 小子前仗着太后不给她活路 残忆只图自己清白 将她利用了个彻底 那她自然要做最有利于自己的事 大小姐 太后宫里来人了 说是要请大小姐 你进宫参加家宴 这不是宋姑娘吧 宋姑娘也是进宫参加家宴 嗯 就是 宋姑娘不必如此多礼 我很喜欢宋姑娘的食材 本王刚好也是参加家宴的 不如宋姑娘跟我同行 殿下不怕臣父恶名在外就行 我相信宋姑娘会治蓝心 所以宋姑娘若真心想与子前和离 我可以帮你 就是不知 宋姑娘想要的那义人心 究竟是子前还是皇兄 其实我想要的 是瑞王殿下 我若敢给 宋姑娘又敢要吗 并非臣父不敢要 还是陛下不准我要 他只差没说 你们打一架吧 反正未来你们都是要打的 宋姑娘若有什么为难 尽可告知于我 为宋姑娘这样的妙人结困 乃是我此生一大幸事 萧宋氏 过两世 交个好日子 你便收拾收拾 回将军府吧 此事 请述臣父做不到 现在外面的人 是怎么传的 你不知道吗 其实臣父搬出将军府 是在为将军跟郡主腾出地方 太后也知道 臣父与将军 一直没有孩子 这肯定是臣父自己的问题 臣父就立刻去算了一挂 但先说 臣父留在将军府 会影响到将军延免子嗣 宋妖之 你胡说八道什么 既然大仙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你就先在丞相府住着吧 小子谦有心想要说几句 却被罗太后一个眼神搏了回去 姚之姐姐 你跟子谦哥哥 一直没有孩子 真的是她的问题 公主 咱们说闲话 不能当着人家郑主面前说 你这样出去容易被打到 谁敢拿本公主 但撇到肖子谦脸色十分不佳 还是闭了嘴 小子姐姐 我跟你一起 咱们一起住宫 行 孙小枝 等等 林柔耳见证 将脚轻歪 便几乎一声栽到了地上 没事吧 傅俊 你不去追姐姐吗 真的不用管我 追上又如何 不过就是给她机会多骂我两句 你也深了 陛下吩咐奴才准备了软轿 请上软轿吧 常乐那顶软轿直行出去 而宋瑶之的那顶软轿 却是拐进了山宫之内 可今日明明就不是放显日 残疑为何要见她 给朕解释一下 为何外面有那么多人 在船阵跟你有一腿 外面在造谣吗 那陛下可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们不要再瞎造谣了 可别坏了陈女的亲吧 你还有清白 嗯 你站过来 射一箭 给朕看看 陛下 臣女不会射箭 晚宫拉弦 看到箭把射出去就行 用你的眼睛看 中了吗 中了 过两日 君姑娘的师父会进宫替朕治病 到时候你也需要进宫来待几日 陛下 御膳房那边 送来了十全大补汤 宋姑娘 这汤要热着的时候才好喝 您快尝尝 给我的 是啊 这可是陛下亲自吩咐玉膳芳熬的 傻着着干什么 怕朕给你下毒 陛下对臣父的好 臣父定然铭记于心 感恩戴德 宋姚之 你每次试探朕的手段可以高明一点吗 一而再地提醒他 他已嫁作人父 劝他趁早死心吗 宋姚之 如果朕真对你起了别的心思 便是你嫁了人 朕也能将你抢进宫来 朕没动手 就代表朕没那个心思 哦 赶紧喝 喝完就出去 娘娘 说不定陛下今夜乏了 并不招人了 亲眼 陛下跟太后一起用了碗筛 陛下心情肯定不好 势必会招人士气 一往陛下见过太后之后 总是如此 没道理这次 陛下突然转了姓 他刚刚说完 便见肥双殿内 走出来一个身姿婀娜的女子 宋姚之 刚刚回到丞相府 便看见几个官差 带着宋诚和从府内走了出来 大哥 大哥没事 就是去大理寺查庄案子 无需担心 这位大人 我有点事 想通我大哥单独说 不知道可否行个方便啊 宋姑娘 大理寺有规矩 这个方便怕是行不了了 大人们便行个方便吧 而且这个案子 还没有定下来吧 你们带我大哥回去 不就是问话的吗 那宋姑娘快一些 别让我们难做 这块玉佩 大哥务必要好好带在身上 宋诚和低头去看 看到玉佩上的五爪金龙 顿时倒吸了口凉气 芝芝 说着玉佩 让大理寺的人瞧见 还不知道外面那些人 会传出什么样的风言风语来 传就传吧 我只想大哥你能够平平安安的 说大哥不愿意带 那我就带着这块玉佩 每日去大理寺门口晃悠 芝芝 大哥 你跟着那几位大人走吧 父亲 大哥被带走 与陛下有关吗 芝芝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可大哥此次被大理寺带走 是因为陛下的话 那我并不认为这个君 我们必须要终 芝芝 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父亲 我心中无家国 更无大义 我只想保住丞相府 若中军不能生 那便不忠 若不忠 你想选哪一条路 锐王 书中最后的上位者 便是锐王 这是他知道结局之后 势必会选的生路 你可知你大哥 为何会被大理寺的人带走 为何 承河接受 锐王贪污一案之后 瑞王曾派人来找过承河 但承河并未去见瑞王 锐王突然重病 他向大理寺 控告你大哥 虚打成招 只知可知 锐王便是瑞王的人 三年前 丞相府便就站了队 如今 丞相府想要一条生路 只能中军到底 宋摇之沉默下来 即便现在丞相府叛变 站到了瑞王的阵阳之中 何等日后 瑞王上位之后 他岂会容忍叛变过的臣子 神居高位 所以 丞相府想要一条生路 就不能是瑞王上位 锐王诬陷大哥 是瑞王所指使的吗 我不知道此事 是锐王一人的主意 还是瑞王在背后指使 只是此次 丞和事必要吃些苦头了 宋姑娘 一下派我来接你进宫 此次需要姑娘 在宫中多待些时日 她叫如姑 这几日 可以让她暂时顶替姑娘一段时间 那我先跟婢女们交代一下 两位先回避一下 这些日子 说我有什么不对劲的 你们就先忍着点 回院子里的任何事情 都不希望外人知道 一下吩咐了 近日宋公子会回府 姑娘可见完宋公子再走 我大哥要回来了 是 大哥 慢一点别摔了 大哥 你在大理寺有没有人打你啊 谁敢对我下手 你都将陛下的玉佩挂在我身上 哪有人敢对陛下不敬 宋谣之心说 他这不是看不起诚意吗 这东西 只知你一定要仔细收好 在陛下 宋谣之 其身就要朝他行礼 免了 是你的吧 多谢陛下 怎么 看到这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有一点 毕竟陛下自带天子光华 光太亮 扎着陈女的眼睛了 你将阵给你的那块玉佩 送给你大哥了 陈女就是暂借给陈女大哥 现在那块玉佩 已经在陈女这里了 那你还给阵 这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说回来的道理啊 做陛下可以说话不算数 那陈女与萧将军的婚约 是不是也可以不做数了 曾义顿时沉默下来 陛下 君先生跟君姑娘到的 此次请先生过来 是为阵跟宋谣之身上的 鼓毒继续 这位姑娘身上的 鼓虫毒性 不及陛下身上一半之毒 要想解毒 先要制毒 如今陛下想要解毒 那姑娘身上的此鼓 需跟陛下身上的鼓 一模一样才有可行之法 先生的意思是说 我要先把我身体内的毒 培养到跟陛下身上的毒一样 跟陛下一般无感尽失才行 是 宋谣之的内心想骂娘 先生还有其他办法吗 其实 无必担心宋姑娘 若是我师父 可以将宋姑娘体内的子骨养大 在家里利用 宋姑娘身体内的子骨 便能为陛下解毒 日后 宋姑娘说不定 还能变成百毒不经体质 还有这种好事 说是养不好会如何 会死 她觉得可以遗失 毕竟剧情也没说 让她现在死 还有机会获得机缘 曾亿看着宋谣之 愈愈愈试的模样 宋谣之 你可是用自己的身体养出一条完整的骨虫 要承受怎样的痛苦 可咱们不是没有别的法子了吗 难道我们要等死吗 曾亿沉默下来 她这样娇弱 放个血都快将自己放死了 受得住这种痛吗 那之前我放血养的那条骨虫 还有用吗 那条骨虫要用来给陛下做药引 暂时恢复陛下的视觉 在喂养你身体那子骨的这段时间 你不能再放血养骨 若姑娘考虑清楚了 那明日老夫就要给姑娘用药了 考虑清楚了 先生尽管下猛药 每愿放血的日子 他是一次都不想再经历了 陛下 草民要先为你扎针 曾亿点头 那便请陛下先去软塌上躺着 草姑娘 吃吗 吃 草姑娘用的什么香啊 这好闻 这是我自己配的香 苏姑娘觉得好闻的话 送你 这不太好吧 我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姑娘的 若姑娘觉得不好意思 等姑娘当了皇后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多赏我一点就好了 草姑娘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这些话若是让旁人听去了 咱们俩都没有好下场 可陛下不是喜欢姑娘吗 哪能啊 真的 陛下特意问我要了药膳的方子 那不就是为姑娘要的吗 而且陛下还问我 有没有让你少放血的法子 他心疼你 我师父说 当一个人心疼另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是喜欢 同生共死 宋瑶芝 后悔了吗 宋瑶芝沉默良久 没有后悔 也不应该后悔 当日 他若不让古充咬他一口 他岂会活到今日呢 宋姑娘 这些就是药给我用的药吗 这些药 是防止等等 你被古充直接一口咬死 所以 泡澡只是增强身体素养 那这古充到底有多毒啊 宋瑶芝断断续续的泡了一个多时辰 这才被准许出来 宋姑娘 手伸进来 他一伸过去 便觉得食指指尖 追心的一阵疼 可以了 死要每日一颗 睡前服用 宋姑娘这几日不可服用其他药物 连续三日 宋瑶芝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而古充带给他的 是日以继夜的疼痛 仿佛独移啃食全身的骨头 疼得他头皮发麻 他全身更是反复的发冷发热 逼得宋瑶芝在内心狂骂脏话 连带着他曾义都不顺眼 按到曾义就烦 吃吗 不吃 疼得尝不出味道 那朕给你读话吧 不听 我聋了 真的玉佩还够用吗 要不要再给你两碗 好啊 宋瑶芝 你倒是不客气 臣女也不是故意想要陛下服侍臣女的 只是臣女真的全身都疼 动一下都疼 就只能瘫着了 今日外面下雪了 真的 有鸡血吗 有 你想出去看看 太冷了 而且容易着凉 我现在这身体可经不住一点聪谋了 娇气 说完 就让人将店内的炭火烧得旺一些 陛下 淑妃娘娘在外边求见 不见了 这花也是淑妃娘娘送过来的 是留还是 扔了吧 别扔了 这花又没有做错什么 你喜欢 喜欢看着喜庆 鲜活 跟他们两个病秧子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娘娘 陛下正在处理公务 实在疼不出时间见您 要不娘娘先回宫 处理公务 陛下都有多久没召见本宫了 娘娘 陛下今日是真的国事繁忙 刚刚娘娘给奴才的那花 陛下很喜欢 都留在宫里了 陛下是真的在处理国事 还是她现在 已经有了别的女人了 娘娘 陛下真的在处理国事 奴才要进去伺候陛下 就先告退了 福林 福林 告奴才 陛下 陛下 宋姑娘不好了 陈毅从梦中惊醒 她起身 别衣服都没来得及皮 便冲出了偏便 宋姑娘的身体太差了 扛不住子骨的毒性 所以呢 用药期间 不能服用其他药物 以免药物相冲 现在草民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让宋姑娘自己扛 你看她现在 像是能扛得住的样子吗 草民没有其他办法 那就放弃治骨 给她用药 陛下 若是这样就前功尽弃了 难道要看她活活疼死 如果陛下愿意的话 草民其实 还有个法子 秦秦山 你当阵脾气很好吗 生死骨本就是同生共死 陛下与宋姑娘身上的骨本就是一对 宋姑娘若真扛不住子骨的毒性 陛下替她承担一分 便可迎刃而解 如何承担 原防可行 曾义沉默了 他想骂人 有别的法子吗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即便现在让草民放弃治骨 也得让姑娘先熬过今夜 曾义的眉心紧紧皱起 若他真的要与她原防了 那他清醒之后会更加的痛苦 瞧瞧他每次避太如蛇蟹的样子 他肯跟她做那种事 不如杀了她 熬过今夜病好了吗 熬过药性发作 草民便要法子给宋瑶芝 降低之后的药性 你先下去 陛下与宋姑娘同生共死 宋姑娘若是有闪失 陛下也会 还请陛下三思啊 宋瑶芝 刚刚君致山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如果你听到了 你给这一个反应 曾义难得的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有那么点尴尬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什么药都不用 我陪你熬椅 另一个 我们远防 你若是选前者 便再给我一个反应 前者 他把自己的命也搭在他身上 陪他熬下去 他死 他陪着他一起死 宋瑶芝一时混乱 他被疼痛侵蚀 曾义待他很好 他或许不是个好人 可此刻 他把命赌上 都把选择的机会给了他 就为了所谓的真解 赔上自己的一条命 他还没有那么蠢 宋瑶芝 我 不想死 他一句话 便让残疑将重 宋瑶芝半睁着模糊的眼 看到他眉心紧重 神色凝重 宋瑶芝心想 这曾义得是多讨厌他呀 跟他做这种事 就这么难为他吗 隔了许久 宋瑶芝都以为 曾义怕不是想熬死他 就感觉一双手伸到他的腰侧 揭开了他外山的肌带 为了让双方有一个愉悦的夜晚 宋瑶芝凑上去 亲了亲他明景的船 陛下 放轻松一点 曾义想 宋瑶芝肯定是故意的 他惯会如此撂拨人心 他就是在引诱他 这般躺在他的身下 他知不知羞 而他此刻这般眼里 看到的是他 还是他一心所求的萧将军 可下一刻 宋瑶芝又凑过来吻他的唇 曾义想 正管他想的是谁呢 他掐住他的下颌 重重地吻住他的唇 宋瑶芝你 他 宋瑶芝感觉自己要死了 他止不住地掉眼泪 曾义 你 你 你太不愤了 曾义眼睛都红了 哪里还顾得上他说什么 只含糊地应他 啊 红八蛋 坚守 不准骂我 陛下 好哥哥 求你了哥哥 曾义眼睛泛红 骂了一句脏话 飞双殿内的声音 闹得快要天明 才终于停歇 刚刚明明那么欢愉 还将眼睛都哭红了 真娇气 陛下 太早朝了 他又娇又软 让人无端生出一种 不愿早朝的荒淫心 陛下 身体无碍 就去准备 是 宋姚之这一觉 睡得也并不是很安稳 进来之后 他只觉得全身酸痛 残义真不是人哪 平时还看不太出 有多么暴君 可在床上 那么又凶又狠的 简直像是要让他死在床上 残义 小狼崽子 这简直啊 姑娘 热水已经备好了 主眼看见宋姚之身上 紫红的痕迹 耳朵都红了起来 陛下真厉害 姑娘真是好福气 宋姚之差点把自己 溺死在玉桶里 这福气 可真是让人消受不起 姑娘可别说这种话 万一惹得陛下不开心呢 宋姚之笑了两声 心说 他昨夜都直呼 残义大名 还连续骂了他好几次 他可是享受得很呢 陛下 奴才差人去问了君师傅 君师傅说 宋姑娘可以喝碧子汤 奴才便命人 给宋姑娘送过去了 宋姑娘刚刚已经喝了 他这样听话懂事 曾义觉得自己 本该高兴才是 可不是为何 他并没有高兴 反而觉得生气 陛下好 下潮了 他态度熟然而自然 全然没有他 面对踏实的急促与紧张 仿佛昨夜 什么都没有发生 曾义感觉自己 被他兜头破了盆冷水 他宁静眉头想 他是不是在因为 碧子汤的事情而生气 真让人给你送的碧子汤 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他与宋姚之这段关系 本就不清白 说在此时 再多出个孩子来 日后等宋姚之进宫之时 那便更加困难重重 等到那时 还不知道外面的人 会传成什么样 说出多少难听的话 臣女明白 臣女不会多想的 如影送来的碧子汤 臣女都喝完了 说是陛下不放心 也可以再送过来一碗 曾义眉头又皱了皱 你这身体 喝那么多良心的药干什么 宋姚之心道 这还不是为了让你放心吗 陛下 今日军姑娘他们 都还没有过来 你看 要不要派人去催催他们呢 昨夜之事 臣女不想再发生一次 不想再发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疼啊 昨晚犯病的时候 臣女都感觉自己已经一脚踏进阎王殿了 她觉得曾义奇奇怪怪的 她怎么还生气呢 难道是她觉得自己昨夜故意勾引她 陛下 昨夜之事都并非出自我们自愿 臣女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可能扛不过去 臣女不想死 也不想陛下死 所以还请陛下 不要怪罪臣女 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 好不好 陈义越听她说话 越觉得心口发毒 你多虑了 朕并未生气 昨日之事 朕可以负责 臣女 臣女不需要负责的 陛下 你可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啊 更何况 昨夜我们只是为了活下去 昨夜我可以跟陛下做这种事 等改日 臣女与其他男子看对了也 情投意合 情到农时 自然也可以跟别人做这种事啊 你还要跟别人做这种事 情投意合 情到农时 当然的 陛下不是应该比臣女更明白吗 挺好 你倒是很会享受快活 臣义越想越气 怒上心头 那你与萧子千为何没有情到农时 臣女总不能强迫她吧 陛下 你也不用因此对臣女有所亏欠 臣义深吸了口气 顿时听明白了宋姚之的意思 而昨夜只是于她而言 只是一场不得不的一米大梦 以她而言 似艳过无痕 花落无声 陛下 你在气什么呀 其实你也没有吃亏吧 宋姚之 你可知我意 意什么 没什么 姑娘昨夜欢愚了吗 宋姚之被这话 惊得干咳两手 军服侧目看到她身上的痕迹 陛下 是不是很厉害呀 宋姚之破罐子破摔 其实体验不错 虽然岑义技术确实不怎么行 起初弄得她很疼 可后来当真是欢愚至极 那宋姑娘是不是很快就要入宫了 我可不会要这种虚无缥缈的名分 这世上男子多得是 今夜最好还是让陛下留在殿内 若宋姑娘还是觉得疼 昨夜之法依旧可行 宋姚之很是忧虑 他感觉岑义上午离开的时候还挺生气的呀 他怎么感觉今晚岑义不会来呀 晚上岑义进了飞双店 他进来之后也瞧见宋姚之睡在软榻上 宋姚之睡床上去 陛下 陈宇睡在这里就好了 岑义看了她一眼 若无昨夜之事 他该不由分说地给她扔床上去 可经历了昨夜之事 再听到她上午那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他现在不想跟她有任何的身体接触 一躺下 岑义便不由自主地想到 昨夜发生在这张床上的事 他烦躁地翻了个身 宋姚之尽量地放轻呼吸 唯恐岑义突然一个不高兴 便又起来找她麻烦 岑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最后她坐起身来 从床上下来将宋姚之一把抱了起来 陛下 做什么呀 岑义将她放到了龙床之上 然后转身走了 宋姚之被岑义的反应给捣猛了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突然过来抱她 然后将她放到床上 然后自己去睡了软她 一个男人突然形式如此荒诞诡异 岳莫就是动了感情 她现在就想知道 岑义喜欢的是她这个人 还是她的身体 若是身体还好说 可若是她这个人 她就要想想办法 如何才能正确地提醒岑义 她是她得不到的人了 宋姚之怀着这样的想法 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中 这一夜宋姚之做了个梦 她梦到岑义突然当着萧子谦的面 跟她表白 她不同意 岑义便叫人打断了萧子谦的双腿 毁了她的容 将她掉到了城墙之上 宋姚之 朕不会放棍 朕要一辈子锁针 除了朕的身边 你哪儿都不准去 宋姚之吓醒了 怎么了 不舒服 宋姚之立刻往旁边闪躲了一下 岑义的手将在空中 宋姚之也突然觉得自己反应过激了 她大脑飞速地运转 随起眼睛一闭 往后便倒了下去 岑义看着她这番动作 脸色更差 宋姚之 孝子装水之前 眼珠子别转那么快 她说完便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靠 岑义不是扮瞎吗 为什么她还能看到我的眼睛在转 她都这么折辱岑义了 便是岑义看上的是她这个人 也该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 而因此对她死心了吧 挺好 陛下 你都好久没有召见臣妾了 朕在忙 陛下身边 是有了别的妹妹了吗 陛下已经不宠臣妾了 若是不宠你 则会让你进玉书房这种地方 你若肯为朕分担国事 朕店人天天都去你那里 臣妾哪里敢插手这些事情 陛下 可不要再度臣妾开心了 只要陛下心中有臣妾 臣妾 便就能开心了 她说着 便侧目去看陈毅 她喜欢她 仰慕她 可就在淑妃望着陈毅的时候 淑妃突然看见 陈毅的衣领下面 有一块紫色的痕迹 淑妃脸色一变 她自然知道这是什么痕迹 奴婢打听了一番 陛下的飞双殿内 是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 从未踏出过飞双殿半步 外面没有一个人瞧见过她 藏得这么严实 不会是那个宋瑶芝吧 她听说 前天陛下宫中 清晨便浇了水 清晨 她还跟那个女人过夜了 她与本宫行房事之事 连灯都不用一盏 坐完就走 从未有一次 在本宫这里过夜 她说这是她的规矩 宋瑶芝 昨夜承孝府遇刺 我父亲和大哥他们 没有事吧 不是 来人要刺杀的人是你 是谁要杀我啊 太后 瑞王 还是淑妃 为何会猜他们 因为这三个人会想杀我 太后瑞王跟淑妃 说起来那就是绑在一条线上的蚂蚱 陛下 为了我们都能够活命 我们把他们杀了吧 宋瑶芝 你认真的 臣女很认真的 他们想要杀臣女 臣女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臣女想活 不想死 她突然想起 残疑为何会犹豫 陛下是不是 不舍得淑妃娘娘 那咱们也可以不动淑妃娘娘 但是陛下得保证 她不会往外传递消息 谁是我不舍得她 宋瑶芝满脸怀疑地看着残疑 真没有舍不得她 真留着她 只是想让她事实地传递出一些假消息出去 一个赞民的眼线 总比藏在暗中的人要好掌控得多 所以 所以陛下专宠淑妃娘娘的事情 也是假的 只要让他们相信朕色令指昏 他们才会信叔父的信息 天哪 所以我刻的CP是假的 宋瑶芝欲言又止地看着残疑 想骂人 正会派人保护你的安危 你不必有心 太后 陛下的飞双殿里藏了个女人 女人而已 有什么了不得的 可陛下藏在飞双殿里的不是别人 而是 萧将军的正妻 宋瑶芝啊 宋姑娘 宋姑娘 太后带人过来了 姑娘往西走 有一处落水殿 那是一座废弃院子 姑娘躲在那里 陛下已经派人去见用姑娘了 刚走没两步 宋瑶芝便看见了太后的软叫 她身后还跟着一大路神马 威风烈烈 宋瑶芝转身就想走 宋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瑞丸殿下怎么也在这里啊 母后传我进宫 说是宫中有妖邪作祟 宋姑娘呢 怎么这么晚在宫里 陛下想纳我为妃啊 那宋姑娘答应了 唉 是我哪能答应啊 陛下想纳我为妃 又不是真的看上我这个人 而是看上了 我是丞相府敌女这个身子 皇兄想用你来威胁丞相府 嗯 自我大哥接手锦王探污影啊 陛下对丞相府便颇有为辞 我大哥那个人正直高洁 唯一能够让他低头的 也就只有我这个敌亲的妹妹 陛下他所图的 就是一个对他千一百顺的丞相府罢了 宋姑娘 慎言 皇兄是一国之君 他所作之事 皆有自己的理由 可是我根本不喜欢他这样的 我其实喜欢的 是瑞王殿下你这样的 宋姑娘当真是个有趣的妙人 母后既然搞出这样大的阵仗 想必是因为宋姑娘你了 宋姑娘想出宫吗 我可以想办法带你出去 若皇兄当真还不肯伤罢甘休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互助宋姑娘 还有丞相府 这么简单两句话就想哄得他跟丞相府倒戈到他这头 可是瑞王殿下只是王爷啊 说陛下当真发起火来 王爷你能拦得住吗 王爷若真想帮我 那能先让太后带着人回去吗 毕竟我若是被太后发现在这里 我怕是活不了了吧 母后闹够了就会走 所以说他能让他干点啥 啥也干不好 曾奇也走得过来 蹲下叹了口气 为什么叹气啊 西北大雪人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可上个月朝廷播下的镇灾银两 被负责镇灾的官员全部摊下 出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宋姑娘当真有才 眼下皇兄将镇灾一事交给了我负责 我虽愿意亲自护送镇灾的银两去西北 可人之贪欲无穷无尽 又如何能拦得住一心想贪的大臣官员 就算换下这一批人 王爷怎么能够保证 下一批官员都是清廉之辈呢 眼下最先要解决的事情 是西北百姓吃不上饭的问题 王爷只需要将银两换成大米 栽在大米之中掺入沙子 真正饿肚子的人 不会在意米里有没有沙子 他们只会想吃饱肚子活下去的 宋姑娘当真是妙人 王爷 咱们能换个地方吗 不然我估计等不到太后动手 我就该冻死了 河边太冷 宋姑娘 我带你去暖和的地方 王爷可知道落水殿 知道 王爷送我去那里吧 陛下的人会在那里等我的 宋姑娘 当真不要我帮你出宫 王爷能保证 我们丞相府所有人 都安然无恙吗 陈其确实很想 从此刻就开始俘获宋姚之的心 因为宋姚之就代表丞相府 他得到了宋姚之 自然可以得到丞相府的助力 可在此刻 他心底突然生出了一种 不能骗他的想法 我现在确实不能完全保证 可看到皇兄如此对待姑娘 我 那就请王爷 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救我出魔窟 宋姑娘日后若是有什么其他事情 拿着死鱼配到瑞王府 瑞王府 无人敢阻拦姑娘 好 那我就谢谢王爷了 两个人一起走到落水殿外 那王爷 没事就走吧 不然等会陛下的人来了看到你 还以为咱们俩有什么呢 那我就先走了 姑娘保重 嗯 好的呢 王爷慢走 他也不知道把残妻忽悠过去没有 更不知道残妻会不会扭头 就让太后来抓她 太后已经走了 被指日带宋姑娘回去 多谢高大人 宋姚之日 陛下好 陈女刚刚在外面 差点跟太后撞见 瑞王救了臣女 但是陛下放心 臣女没有说臣女在这里 是为了结果 臣女跟她说 陛下 想纳我为妃 以此威胁我父亲 臣女不知道瑞王殿下 信了多少 但是臣女猜想 瑞王肯定会以此为由 借机去试探拉拢我父亲 臣女觉得 咱们可以以此作局 来一出谍中谍 朕很好奇 你为何不选瑞王而选朕 诗人皆赞瑞王贤良 骂朕暴君 如今瑞王明显想拉拢你 拉拢丞相府 你为何不选她 哦 因为她是一个妈宝 什么 就是对母亲言听计从 臣女并不认为 一个妈宝男值得一仗 她刚刚让瑞王 去把胎义带走都做不到 她刚刚让瑞王去把胎义带走都做不到 你刚刚说的什么谍 就是让瑞王以为我父亲叛变了 答应帮瑞王藏在陛下你这边当间谍 其实朕已与宋建有了这样的打算 只是一时没什么好办法取得瑞王信任 现在看来已经有了 宋瑶芝你立功了 那太后那边怎么办呢 咱们都已经被发现了 正会将你安排到其他地方 太后那边正会想办法解决 查查飞双殿内 有巫人跟淑妃那边的人游往来 若是有 即刻账杀 隔日一早 宋瑶芝便被送到了洛水边 陛下之后是不是不在这里住啊 陛下会来 陛下就住在姑娘你旁边那个屋子里 她十分的失望 她以为自己可以不跟残意住在一起了 宋姑娘 在探什么气啊 可是身上很疼 不是 我身上不疼 姑娘想必是已经失去痛觉了 所以才觉得不疼 陛姑娘 这骨还要多久才能解啊 约末七日 姑娘身体内的骨虫 便就能养好了 等姑娘身体内的骨虫养好了 我师父很快就能解她生死骨 若等身体的骨虫全部养好 那就会无感近视 她很快就会失去视觉跟听觉 主眼 你去找条帕子过来 给我蒙上眼睛 宋姚之在黑暗里往前走着 她起初害怕 因为从未感觉到过目不能视的恐惧 如今感受了一次 便不再恐惧一次 好像也不是很难 我们在院子里逛逛 我少时不懂事 在男人身上栽过一次 在得知萧将军 从边关带回来一个女子之后 我便暗自发誓 此生绝不会再碰情爱 主颖 这女日后能够出宫 即便你要找 你也要找一位 眼中只有你的好郎君 那些个三妻四妾的臭男人 你可不能要 扶着宋姚之的那双手 变得僵硬无比 宋姚之不再说话 只笑着往前 陈毅那么聪明 应该明白她说的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吧 陛下 落水殿那边传了话过来 说是宋姑娘已经歇响了 陈毅紧皱着眉头 紧摁了声 弗林瞧着陈毅的脸色 明明陛下心中 就是在想着宋姑娘 就盼着晚上到落水殿去呢 可上午从落水殿回来之后 就说晚上不过去了 你觉得宋姚之如何 奴才觉得宋姑娘聪慧机敏 难得的是姑娘心地善良 体恤下人 奴才们都很喜欢伺候姑娘 她对你们倒是善良 退下吧 伸自己待会儿 陈毅在座椅上坐了很久 宋姚之比自己先察觉到 自己对她不一样的偏爱了吧 所以拐着弯地提醒她 让她退后一步 等生死谷解了 他们之间其实就不会再有交集 这样很好 这样对他们两个人都好 很好 又过了两日 曾以一次都没有来 什么 我大哥要带我去祈福 是 明日一早便去 所以为止来送姑娘回去 即便他们的人会易容 但如果要跟宋姚之亲近的人 近距离相处 很容易就会被识破真相 高大人 我们能够带上军姑娘一起回去吗 宋姚之感觉 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指不定明天就成瞎子了 宋姑娘 陛下就安排好了 军姑娘会一起出宫 那便好 那我们回吧 刀先将宋姚之带和承相复 宋姑娘 碑芝就守在不远处 若姑娘有危险 可以直接喊碑芝的名字 多谢高大人 你可知道 近日城外多了许多流民吗 略有耳闻 不过外面有没有流民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 你眼中若是只能看到流民 那他们便只是流民 你若是能见到数以万计的明星 成千上万的将士 那他们便就是明星 也是将士 这些是我家小姐特意命人准备的 可以免费吃 多谢小姐 多谢小姐 不必客气 等天气好些了 雪停了 诸位便都能回家了 多谢姑娘 大家也可以去叫你们的朋友 一起过来领周 这些流民都是从西北之地 一路乞讨过来的 小姑娘 是朝廷让你来的 还是你自己过来的 此事其实 是陛下吩咐我过来的 陛下日日都在忧心 西北雪栽的情况 老女子刚好是丞相之女 听说了陛下的烦扰 恰好又于梦中 得见诸位在外风寒交加 稀惨非常 便立刻准备了这些猪过来了 姑娘竟梦见了我们吗 是啊 我不止梦见了大家 我还听到梦里有菩萨告诉我 这场大雪很快就会过去的 再过五日 雪便停了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不出五日 风雪都会停的 那我们便盼着雪停了 便在此刻 无数习切在她身边盘旋一圈 这次天气怎么会有喜鹊啊 一定是神女将士 神女将士 姑娘一定是菩萨座下的仙子 是来救我们来了 神女将士喜鹊围绕 我们有救了 有救了 那些喜鹊 怎么 怎么突然就围过来了 你闻闻看 是什么味道 一股香甜的水果味 这香囊居然是这样的作用 这样做是为什么呀 你以后就知道了 她能不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可就看今日所做的效果够不够了 宋姚之 但娘家住得够久了 也该回家了吧 宋姚之 你在发什么疯 小将军 想把你前方开路 想把你给我让开 别挡着路 朽没有一点素质 宋姚之 我再问你一次 坑不跟我回去 将军若是不走 你就给我直接撞过去 宋姚之 小子仙最终还是让出了路 晚上 依旧是高璇将他送进了飞双殿 宋姚之还很诧异呢 怎么又进了飞双殿 上次不是在落水殿吗 陛下驾到 宋姚之 你可是现在城中人人都说 丞相府敌张女是菩萨派下来救苦救难的神女 宋姚之 你就这么笃定 真会在古都解开之后杀了你是吗 臣女于陛下而言 不过只是你一脚就能踩死的小蚂蚁罢了 臣女想要活命 自然就只能靠自己 今日之后 京中人人都会知道你神女的名号 别有所图之人 若想利用你这神女身份做什么事 你可想过你以后要怎么生活 陛下 当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自己安全的时候 站在台前 让自己变得更有利用价值 就是最安全的法子 所以他只能让自己变成神女 这样 岑姚才不能轻易地杀他 你明明已经洞察到了我的感情 为何还不肯相信我不会杀你 所以在你宋姚之心中 我的感情就这么廉价 这么不值一提 我就是利益之上冷血无情 残忍试杀的一个人 他狠狠地甩袖转身离开 陛下 陛下今夜不陪我了吗 我今夜可吃了两种药呢 这药性这么强 他现在又没有痛觉 万一死了咋办 两种药挺好 最好直接毒死你 免得你一天到晚担惊受胖 宋姚之无语了 那刚刚不是还在生气 他不肯相信他不会杀他吗 现在就想直接毒死他了 宋姚之心中来了气 往床上一躺 白烂地想 死就死吧 那当时也没死过呀 然后 后半夜他突然就醒了 他没觉得疼 只是觉得全身都出了汗 这 不知道 我感觉不到 但是我衣服都湿了 你快摸摸 不知了一说 我真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咱们俩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我死了陛下你也活不成啊 我现在又没有痛觉 就感觉不到疼 我也表达不出来我的感受 只能让陛下你亲自感受啊 你闭嘴 真不想听你说话 我又为什么惹到你了 真抱你去软烫 让主隐进来 给你换衣服 你怎么不给我画 岑一看着一脸无辜的宋姚之 他正想说你想得真美 可突然之间 他发现宋姚之的视线是散乱的 你眼睛还能看见东西吗 陛下点灯了吗 岑一摁了声 看不见 我瞎了 他起初还以为屋子里是黑的 所以他看不见东西 原来是 他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君青山说不出七日 就能解开我们身上的骨度 到时候你的眼睛就会恢复了 这段时间会一直有人照顾 你 不必害怕 宋姚之呕了声 残义又将眉头皱紧 宋姚之 难说的话都不想跟他说了吗 他亲身在宋姚之的船上碰了碰 你 宋姚之话还没说完 残义又凑了过来 进了进他的船脚 宋姚之有点正然 这是干什么 玩得这么纯情 宋姚之 正可以帮你换衣服 你不必如此难受 这七日 我可以都留在这里 这 倒也不必 残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 才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他 是在心捧他吗 姑娘这股 最是后日便可成了 这意思是 我后日连耳朵都要聋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五感 等解开姑娘跟陛下身上的孤独 姑娘的五官自然可以恢复 快则十日 慢则一月 要这么久啊 姑娘若是想尽快恢复 可以让陛下帮忙 什么意思 陛下与姑娘所中的生死骨 本就是一对 同生共死 相生又相克 水乳相容 势必可以快速消弭毒性 而且男女阴阳调和 也对此有益 宋姚之对此目瞪口呆 他思索到 要不他就多扛几日吧 毕竟 若是一直跟残义纠缠不清 未来可真的会生出源源不断的麻烦 儿臣前两日见过一次宋姚之 你与他也有私交 儿臣虽然前几日 在外面见到了宋姚之 可事后儿臣又让人去丞相府打他了一番 得知 宋姚之这几日 日日在府中抄写佛经 母后 当年皇兄身上的生死骨 真的解了吗 要想解骨 先要重骨 母后想想 皇兄心思缜密 他岂为不知道 跟大臣的夫人不清不白 会被人如何指责 可他对外界那些传闻 并没有丝毫阻拦 甚至还有传闻愈演愈烈 这实在不像是皇兄会干出来的事 除非 除非他不能阻止 他必须要跟宋姚之绑在一起 哀家的好儿子 他把江洛那个妖女 当清娘 哀家还以为 江洛当真给他解了骨 原来并没有 眼下宋姚之都住在宫中了 便是在打算解骨了吧 生死骨 同生共死 若是宋姚之此时死了 皇兄定然会加配人手保护他 儿臣猜测 皇兄不会让宋姚之 离开他宫内半步 那还不好办 他不出来 那就逼他出来 哀家记得 他只有一个狄精大哥是吧 让人杀了他大哥 哀家就不信 他不回家给他大哥送葬 好主意 儿臣立刻就让人办 可若是皇兄如此也不放人怎么办 此次事关皇兄的性命 他对宋姚之没有情 自然不会放人 若是你皇兄如此都不放人 这正是咱们的大好时机呀 若曾一放了人 我们便杀了宋姚之 宋姚之死了 他也只能死 若他不放人 那只能证明 节骨破在眉睫 曾亦活不长了 陛下并天 心底继位 多好的时机呀 母后好计谋 儿臣立刻去办 昨夜丞相府遇刺 你大哥重伤 是我的疏忽 若你现在想回去 我可以送你回去 我现在回去做什么 此时回去就是告诉背后之人 我回丞相府了 来杀我 陛下 丞相府这波刺客 是冲我跟陛下来的吧 是瑞王跟太后对吗 我没想到他们会对你大哥下手 宋姚之 对不起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要你给我杀了他们 好 马上 宋姚之 宋姚之 只为宋姚之 只为保命 突然的四个字 让岑姚眉间谨重 陛下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只为保命 不会再有别的任何感情 陛下明白吗 曾姚姚心中烦躁无比 许久之后 宋姚之 听见他 沉声开口 只为保命 他轻声而下 沉重的呼吸 压制他的身上 他看不见 曾姚 便只能感觉到 两人肌腹相天 曾姚带着怒火 不肯同他说话 黑暗里 燃着炭火温暖的房间内 只有两人沉重而压抑的呼吸手 宋姚之 说话 宋姚之 偏开头去 躲开他的腕 宋姚之 芝芝 叫一声给我听 岑姚 你讨厌死了 你才讨厌 你都不肯喜欢我 宋姚之 你最讨厌 岑姚咬住他雪白的尖 像是惩罚式的极其有力 宋姚之气急 他忍不住想 餐饮是什么品种的狗啊 为什么要咬他 这一夜 竟比第一次折腾的要更久 隔日 宋姚之醒后 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见了 你去同君师父交代一下 我现在的情况 让他尽快解蛊吧 陛下 宋姑娘的体内蛊虫已经养成 今夜就可以开始解蛊 那就今晚 还请陛下服下此药 一日一科 要连续服用七日 哀家听闻陛下重病 果不其然 没想到子前那位夫人也在 太后这是要做什么 擅闯帝王寝宫 该当何罪 陛下与将军夫人 在飞双殿苟合 突发疾病 暴毙于飞双殿 陛下觉得如何 岑一冷眼看着罗太后的胡说八道 宋姚之听不见也看不见 但她能感觉到 刚刚有一股冷风 突然从外面刮了进来 宋姚之按道 是不是瑞王的人来了 还是如何 可她也不敢出声去问 担心此刻自己说错了话 乱了岑一的计划 太后这是想逼宫吗 哀家哪里逼宫了 哀家的好儿子 自幼便身体不好 如今早逝 也不过是情理之中 朕为何身体不好 太后难道不是心知肚明吗 朕与瑞王都是太后的儿子 为何太后却如此偏爱瑞王 莫非朕 其实并非太后所出 陛下心中 定然盼着自己 是僵尸所出吧 可惜了 你就是我生的 跟僵尸那个贱人 半点关系都没有 她是朕的母后 也是父皇的妻子 曾义 你这个白眼狼 你胡说八道 既然你把她当母后 那今日 哀家便送你去见他们 从今以后 你们就去地狱里团圆吧 北池救家来迟 请陛下责罚 哼 即便你做了准备又如何 如今不止是飞双殿 整个皇宫的人 都已经被哀家的人 全部团团围住了 是吗 臣弟救家来迟 请皇兄见谅 萧子谦进殿 便看见了宋姚之 他握紧双拳 劝告自己要冷静 锐王殿下都说了 宋姚之不过是身中谷毒 所以才与陛下亲近 太后妄图弑君逼宫 不知道五弟 早前可知太后的谋算呢 皇兄 母后所作之事 臣弟一概不知 哀家倒不知 你们兄弟二人的关系 何时变得这样好 居然学会了联手给哀家下套 哀家竟生了你们两个 心狠的白眼狼出来 今夜参与此事者 朱三足 将太后幽记于锦阳宫 终身不得出 不 不 曾义 你怎么敢这么对哀家 哀家可是太后 哀家是太后 你是哀家的亲儿子 曾义 五弟当真心狠 太后一行为五弟 五弟竟然做了这么大一个 举将太后脱下水 从宋承河只是重伤 而不是身死那日 他便猜到 曾奇定然要反水 皇兄何出此言 臣弟听不明白 臣弟只是听说 兵部今日引有动作 所以便猜想 宫中可能情况危急 这才去找来了紫谦 教派了一些人手 急忙赶到宫中 母后想做什么 臣弟一概不知 既然太后已经被擒 五弟就带着紫谦离宫吧 五弟带了那么多人进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五弟才是那个逼宫之人 以下 陈邀带陈的夫人一起走 以下 陈邀带陈的夫人一起走 哦 萧将军的夫人 怎么会在镇的寝殿之内 萧将军 说错话了吧 意下身侧之人 不就是陈的夫人吗 萧将军 你定然是看错了 这位吗 不过是与你那位夫人 长得有一点相似罢了 并非萧夫人 今日朕念你护驾有功 便不与你计较了 今后萧将军 可要三死而后行 他眼睁睁地看着岑毅 将宋谣之暴走 本王已经同将军说过了 皇兄 与宋姑娘中了孤独 生死骨同生共死 皇兄何其敏锐之人 他岂会在刚刚那样的场景下 承认那是宋姑娘 说出去 不就是招人非议的吗 可是 她是我的妻 子谦 皇兄看上的人 别说那只是将军夫人 便是王妃她也敢抢 更何况 现在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子谦 你为了郡主抛弃发妻 还昧下了丞相府的嫁妆 即便现在宋姑娘跟你合理之后 起了信要改嫁他人 旁人也不会多说什么 毕竟是子谦 你辜负宋姑娘在前呢 小子谦瞳孔眉颤 这一番话 犹如重锤 在他心上 落下了雷霆一击 等宋姑娘与你合理之后 皇兄更是有的是办法 将她取进宫中 如果 本王只是说如果 倘若子谦你有办法能劝回宋姑娘 让宋姑娘不能合理 亦能堵住金城百姓悠悠众口 皇兄 难道还能抢抢不成吗 这一番话 让小子谦瞬间冷静下来 这天色也不早了 本王就先回了 殿下慢走 若真有一日我回你将军府 势必是你小子谦脱光了 跪在我丞相府门口附近请罪 将我请回去 生死骨一节 陛下与宋姑娘 不会再受蛊虫所限 她的无感 什么时候才会恢复 快则十日 慢则半个月到一个月 出席前两日 她逐渐感觉到 知觉跟听觉 开始恢复 就想着要出宫回家了 姑娘 这个 是陛下送过来的 这是送给奴家的吗 宋姚之点点头 解骨的谢礼啊 陛下 臣女现在已经没事了 既然他们体内的骨毒已经解了 她就无需再通 残印有什么交际 宋姚之 你就非要如此 她垂下眼眸 在她的掌心上写 一人心 散后宫 小情小爱于陛下而言 不过是一时兴起的过往云烟 我于陛下而言 也不过是万千红尘中 不起眼的一点红 等我出宫之后 我们各归其位 陛下就会见到 满山叉子烟红开变 我这一点红 不过是沧海一宿 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 所以陛下刚刚写的那些字 我只当从未知道过 曾一感觉 她心口被宋姚之那番话 扣开了一个大口子 宋姚之 可真狠心了 陛下 宋姑娘今日就要回丞相府了 陛下不去飞一双殿看看吗 等我出宫之后 我们各归其位 陛下就会见到 满山叉子烟红开变 宋姚之回到自己的院子之后 只觉得全身轻松 皇宫啊 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小姐 小姐不好了 小子千此刻 正光着膀子 跪在城上府门口 说 说是来给小姐您 父亲请罪的 夫人 今日我来 是想夫人跟我回府的 将军今日前来 父亲请罪 你可知道自己 错在哪儿了吗 小子千胸门气短 叫自己的夫君 跪在门口跪这么久 这不是故意戳磨人吗 就是 哪怕是丞相府敌女 也没有这样欺负人的 将军 我欺辱你了吗 宋姚之人 你到底还想做什么 是你说 若是想让你回去 便让我跪在 丞相府门口 父亲请罪求你回去 今日我做到了 你还想要什么 父亲请罪 请的是什么罪 请将军一条一条的 罗列清楚 说给大家听一听 小子千沉默下来 他一声不吭 将军罗列不出来 那便罢了 抛起两年 未有阴性 此期一 朕有府上掌事 挪用你的嫁妆 此期二 让你受尽冷眼于嘲讽 此期三 两年未归 归来就迎娶平期 不顾你的感受 此期四 原来将军也知道 这些庄庄件件是错的 是有罪的 小子千心中明白得很 可他从前却不肯分给 原主半分怜悯 收了丞相府的恩惠 却还要倒打一耙 指责妻子 不该强求你娶她 此期五 言语贬低妻子 处处拿妻子与平期比较 此期六 上两个女子为你撕破脸面 你在其中完美隐身 从未想过要制止 毫无身为丈夫的担当 此期为妻 萧将军 这庄庄件件 哪一件冤了你啊 萧死仙的神色中 有一阵的恍惚 他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犯下了这么多的错 将军回去吧 今日还请诸位做个见证 我宋瑶芝 从未欠他萧子千一分一行 我曾为他付出真心 是他不肯要罢了 宋瑶芝 他说完便走 没有一丝的留恋 萧子千眼睛都红透了 他从未想过 宋瑶芝会这样 头也不回的就走 那月二十七 回昭公宴 百官邪家眷入宫赴宴 陛下 年官将近 老臣也想在旧年里了去一桩大事 才好迎接新年 臣斗胆请求陛下 宽佑小女 与萧将军一别两宽 从此各生欢喜 岳父大人 姚芝是我的妻子 的确在成亲之后 就去了边关两年 让姚芝在家中受了苦 定会尽力弥补姚芝的 还请岳父大人 相信小旭 朕怎么听说 萧将军在迎娶平旗之后 就将萧宋氏赶回了娘家 之后更识认由将军服 花光了萧宋氏的嫁妆 婚事则是由朕亲辞 可朕绝不允许你 如此苛待宋相之女 宋瑶芝心中震了片刻 他怎么听出了一点 陈也愿意让他跟萧子芹 合离的意思 陛下 臣迎娶平旗当日 确实没顾及到姚芝的感受 让姚芝伤心之下 离了将军府 可是臣不止一次 前去丞相府 想要接姚芝回来 足以可见 臣对姚芝的感情 而嫁妆之事 是臣管理不严 但是臣已经命人 将那些嫁妆 全部都补弃给姚芝了 臣对姚芝一片真心 臣 绝不会和姚芝合离 陛下 并非臣不愿意相信萧将军 可将军府上还有一位柯柔郡主 萧将军 你府上就有郡主这么一个如花美眷 不如就联系联系宋相爱女心情 他们都在逼着他与宋妖之河里 为什么 凭什么 萧将军 本王记得 萧将军当时迎娶柯柔郡主 不过就是为了报答柯柔郡主 在战场上的救命之恩罢了 既然如今宋相担心萧夫人 在将军府会被郡主欺压 不如你就与郡主合离 给郡主一套宅院 也算是报答了郡主 他此话一出 凌柔变了脸色 他隐隐之间有一种感觉 如果要让萧子谦 在他跟宋妖之中间选一个 萧子谦不会选他 萧子谦哥哥 你若不想合离 那你就表个态 姚芝姐姐跟柯柔郡主 你只能留一个 选什么选啊 萧子谦 你不如直接跟宋妖之合离算了 你都娶了凌柔二郎 现在说合离就要跟他合离 你对得起他吗 你当真如此容不得柔二吗 是 我容不得他 我也容不下你 你弃我两年 后又将林柔二带回将军府 已经伤透了我的心 今日无论你如何对待林柔二 我都要与你合离 陛下 臣女与萧将军之间 没有任何的感情 并且 臣女深深地厌恶萧将军 请陛下赐臣女 与萧将军合离 他不是说喜欢他吗 他不是都想为了他散进后宫了吗 那他就这一个小小的心愿 这一次 藩衣能不能顺从他一次 萧将军 宋姑娘既对你再无感情 不如你们二人的婚事 就此做吧 萧子前眼睛赤红 宋姚之说的是什么 他厌恶他 他怎么能厌恶他 明明是他先招惹了他 他不过只是想跟他合离之后 好正大光明地嫁给藩衣 陛下 臣的父亲 当年在陆林一战之中 生情敌手 曾得先皇一道空白圣旨 先皇应允了臣妇一件事情 今日 臣便以先皇旨意 再次一次婚 臣与宋姚之 势必要做一世夫妻 今日 臣便以先皇旨意 再次一次婚 臣与宋姚之 势必要做一世夫妻 圣旨在哪儿 拿出来给朕看 若拿不出来 朕砍了你的脑袋 圣旨就在将军府内 皇兄 臣弟刚好无事 臣弟亲子去帮萧将军取来便审了 萧将军 你可将圣旨所在位置告知于本王 瑞王殿下 可真心想帮臣去取啊 本王真心盼着将军 与萧夫人夫妻和睦 萧子前这才将圣旨所在的位置 尔语给了残旗 萧将军就为了此等小事 动用先皇圣旨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岳父大人 小巨的姚之情真义切 合理于我而言 无事小事 萧子前 你可真贱啊 夫人 你莫忘了 这桩婚事是你求来的 如今她凭什么说变心就变心 姚之姐姐 这里面太闷了 你陪我出去透透风吧 陛下在这儿吗 姚之姐姐 你别生我的气啊 不会的 常乐再如何没有正行 也不会在方才那样的场合下 突然叫她出来 只有可能是有人让常乐带着她出来 陛下叫我来做什么 真让高玄跟着瑞王一起去了江郡府 但能截获先皇圣旨的几率并不大 宋遥真明白 曾亦想同她说什么 即便她现在愿意同意她与萧子卿合理 她也无法再插手 臣女明白了 臣女就先回去了 你是不是在怪我 怪她没有早一点同意她们合理 臣女不怪陛下 陛下要保全天子威仪 自然不能给臣女赐婚 又赐臣女合理 而且当日臣女与陛下刚刚传出闲话 陛下想要堵住悠悠众口 牺牲臣女一个人 并没有什么不对 陛下是不是很怪自己 曾亦被她这一句话戳到了痛数 宋遥之 你在幸灾乐祸吗 看到朕如此后悔 你心中是不是觉得很痛快 是挺痛快的 宋遥之 就算眼下你与萧子卿无法合理 可朕也会想办法 让你摆脱萧子卿 你相信我 相信你 那你先告诉我 你可跟陈奇 联手算计我大哥 不曾 我与陈奇 虽是亲兄弟 但算得上不够哪天 不是你们兄弟二人密盟好了 给太后射套吗 是陈奇自己烦水 并非与我密盟 但他心中清楚 魏王不过是一时反水罢了 炊王大概是想着 若此次逼宫成功 哪怕是岑义下台 他上位 他也只能当个傀儡皇帝 只要罗太后不落马 这个皇位就没什么好做的 所以还不如直接跟岑义联手 先将太后这个共同的敌人搞下去 陛下 臣女先走了 宋遥之 我不想让你跟萧子前做一世的夫妻 宋遥之 我不想让你跟萧子前做一世的夫妻 如果非还有一丝理智尚存 我恨不得首认了萧子前 陛下还能保持一丝理智 就足以可见 陛下并非感情用事之人 所以陛下不必同臣女说这些 等过些时日 陛下忍着忍着就成习惯了 自然就不会再想着臣女了 若想长久 就不能只看眼下 你明知道这个道理 却偏要说这种话故意气我 陛下 臣女并非故意气你 陛下若当真对臣女如此放不下 陛下也不会同臣女说什么 长不长久的 臣女不相信长久 陛下若愿意跟臣女保持露水姻缘 臣女也不是不能接受 只为开心 不为其他 露水情缘 只为开心 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吗 你以为我就是想跟你做那种事 这种事情怎么了 难道陛下还看不上这种事 我们普通人所图之物 除了温饱之外 不就这点情欲了吗 情欲与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难道陛下要做那 存天里灭人欲的圣人吗 宋妖之 你明知道我对你 他就将他的情意 看得如此轻贱 宋妖之 我不接受你这套 什么露水情缘的说辞 那便算了 这倒还称他的意了 待会等瑞王殿下 拿着圣旨到了之后 这情事 既然萧子谦铁心了不想离 那就如他所愿 陈毅 你是疯了吗 外面还在开宴会呢 宋妖之 你很想拜托我是吗 我偏不让你如愿 宋妖之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那你能把国库给我吗 宋妖之 你看 给不了吧 宋妖之 芝芝 你就不能给个机会吗 那我可以答应你 暂时就找你一个露水情缘 你还想找别人 他当然是要找别人 他难道一直诉着吗 行 那我也可以允许你到我房间里来偷偷找我 残忆心里这口气啊 不愿意啊 不愿意就算了 愿意 愿意 乔子谦 你当真要用先皇给的这道圣旨请求赐婚 说日后将军府出了什么事 这道圣旨可是能保住整个将军府平安的 臣要用这道圣旨请先皇赐婚 臣的夫人只会是宋妖之 臣要与他恩爱白头 姚将军 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了 姚之 我会让你重新爱上我的 这大概不可能 因为我的心仪之人自然是瑞王殿下你啊 将所爱之人推到旁人身边 殿下是觉得姚之配不上你 所以才不惜一切 想要甩开姚之吗 那既然如此 只定情之物 还请瑞王殿下收回去吧 不愧是她看上的女子 猜到了自己想做什么 所以想方设法地在这儿算计她一遭 将她也脱下水 她怎么就这么聪明呢 本王确实亲信于萧夫人 可怎奈情深远浅晚了萧将军一步 这块玉佩算不上是什么定情之物 不过是赠予心悦之人 希望能护萧夫人平安罢了 若萧夫人因此误会了什么 本王在此向萧夫人 萧将军赔罪 只要萧将军不介意就行了 我信你 行 只要萧将军不介意就行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这桩轻事再无旁人能拆开 哪怕是皇帝 姚之姐姐 我五哥真的喜欢你啊 可不是吗 公主知道瑞王殿下去西北镇再一事吗 瑞王殿下还同我倾诉过中朝呢 唉 太可惜了 如果姚之姐姐可以跟我五哥在一起 多好啊 我五哥啊 人特别好 而且府上一个世界都没有 公主以前还说我应该跟陛下在一起的 那 那那时候 我是觉得姚之姐姐你跟萧子谦在一起不开心 刚好我喜欢姚之姐姐 我就想让姚之姐姐当我嫂嫂嘛 那在我皇兄和五哥之间 我肯定选五哥啊 直至今日在灵德殿上如此行事 恐怕已招来瑞王的厌恶 他有心算计我 我没有站着挨打的道理啊 叫瑞王吃吃亏也好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瑞王此前灵德殿上一番行为到底想做什么 他明知残意跟宋姚之之间关系匪浅 还帮着萧子谦抢人 他抢的岂是宋姚之 而是萧子谦的中心 可偏偏 宋姚之大张旗鼓地在灵德殿上 戳破了他自己跟瑞王同样关系匪浅 萧子谦那样的小心眼儿 孰姚又怎会心甘情愿地效忠于瑞王 陛下今日来找臣女 是有何事啊 宋姚之 你翻脸不认人 我没有啊 巫公前还跟我说可以随时来找你 你开口就问我有没有事 残忆看了他半晌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镯子呢 我以为那是你给我的谢礼 所以 所以我就自己处理了 你不准生气 宋姚之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送你的东西 我没有看不上 我是太看得上了 想着陛下给的谢礼 那肯定价值连城 所以才会送人啊 你就是我在意 我没有不在意 我明天就去把那只手桌要回来 然后带回来摆起来 每天供着 宋姚之 你不要跟我拼 好哥哥 你不要生气了嘛 你费那么大功夫从宫里出来找我 难道是跟我生气的吗 及时享乐懂不懂 我不跟你享乐 你怎么这么难哄啊 你可以不哄 别 会被听到的 你小声一点就听不到 你怎么又咬我 因为情到龙时 情不自禁 陛下 你怎么这么会伺候人啊 宋姚之 你完蛋了 又不知道江淑仪回来了 他回来了 与我有何关系吗 他回来了 又不是江淑南回来 就算是江淑南回来 又如何 我皇兄不喜欢他 陛下跟江淑南 有一腿啊 青梅竹马 狼才女貌 碍于身份 不得不天各一方 你胡说什么 我皇兄跟他清清白白 我还说宋姚之 跟陛下清清白白呢 江淑南这个妹妹呢 脾气贼大 他仗着他姐姐 跟陛下的那层关系 如其又有荣亲王世子相互 为人处事 恐怕更加无法无天 他为何要对我有敌意啊 你抢了他姐姐的人 他当然要找你了 晚上 丞相府突然接到了请帖 是南越十三世子 残宴回京 在荣王府举办宴会 特邀丞相府众人去赴宴 今日书仪 为清赫世子回京 特意为世子 准备了一段剑舞 可能舞得不算好 还请各位见谅 又在宋姚之 专心欣赏剑舞的时候 长剑突然朝宋姚之迎面赐去 宋姚之 将二小姐意图行刺陛下 还不赶紧将这种乱臣贼子拿下 曾夜从席位上走出来 陛下 二小姐 只是在属南那种偏远之地待得久了 许久未见识过这样的阵仗 因此在舞剑之时 亦是不慎脱了手 并非有意伤害宋小姐 也绝无行刺陛下之意 陛下 臣女刚刚那把剑 都是未开刃的剑 压根不能伤人 二小姐此行为实在是可疑 今日她这剑 指向的是臣女 来日却不知道二小姐 会指向谁呢 当书姨看宋姚之的眼神 已经从惊恐 变成了深深的怨恨 还请宋小姐 谅解书姨自幼父母双亡 满满只剩下一长 姐将她拉扯长大 自幼书语管教不懂李树 还望宋小姐见谅 够了 无需再用她书语管教 这番话来糊弄着 江大小姐 能教出这样不知李树的妹妹吗 臣女不知李树 冲中了宋小姐 还请陛下降罪于臣女 既然疏语管教 那这个月 你便留在江泽军府中勤学礼仪 半步不得出 她万万没有想到 陛下竟偏袒宋姚之至此 宋姚之听了一会儿自觉无趣 便就离了席 她从偏僻的东院刚走出来 就跟陈姚迎面撞上 宋姚之日 你不要恃宠而骄 我哪里恃宠而骄了 你哪里宠我了 你宠呢 不是只有那个江二小姐 我哪里宠江淑仪了 我说错了 你宠的是大小姐 不是二小姐 你跟朕过来 我跟江向南确实算得上 一起长大的青梅竹梅 但我自幼只将她当姐姐看待 并无半分风月之情 你想我了吗 什么 你在宴会上看都没看我一眼 刚刚撞见我 也恨不得马上劈开我就走 陛下 今日是在王府上 参加世子的洗尘宴 直视龙颜 可是冒犯天子的重罪 你坐我身上折腾我的时候 怎么就没觉得冒犯天子 随意 你干嘛 快松开我 我不做什么 就抱你一会儿 你说这种话之前 能不能先管好你自己的东西再说啊 必然反应而已 我能有什么办法 萧将军 这里是王府 你这么擅长也是大不敬的 萧子千 你给我让开 外面还在吵闹 屋内宋姚之都快被他亲得喘不上气了 萧子千在外面 咱一想 他在外面才好呢 你给我让开 既然没人 那你拦着我干什么 我才都说了 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陛下也不在这里 你非得往里闯干什么 好了 我要出去了 你赶紧翻窗出去 宋姚之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宋姚之人 地下是不是也在里面 我累了 所以在里面休息 那你为什么不敢让我进去 你想想死你自己去啊 宋姚之人 你是我的妻 你跟别的男人不情不主 就是伤风败俗 就是犯贱 那你算什么 明知道我跟别的男人情投意合 却偏要从中作梗 又要拆散我们 甚至不惜拿出 萧家给你赠来的免死圣旨 都要得到我 你贱不贱呢 宋姚之人 你当真以为 我没办法对你做什么吧 这是在干什么 萧子仙愣了一瞬 陛下刚刚跟瑞王殿下 他们在一起 难道宋姚之方才 真的只是一个人在里面休息 又过了两日 宋姚之听说江向南回京了 江向南 你来找本宫是为何事 我要你跟我联手 我们一起让宋姚之死 就是要杀了宋姚之 曾义是天下之主 他喜欢他 仰慕他 曾义不喜欢他 从未在这件事上松过口 宋姚之的贱户让他破了力 谁都别想跟他敲 此时若被陛下知道了 你我都会死 若让我眼睁睁看着宋姚之上位 这跟让我死 又有何意 你说灰溜溜被送出宫 这让你去死 又有什么分别 我之所以敢做这件事 自然是因为有必胜的把握 今夜京城 又要闹非凡 宋姚之也是第一次当收到 京城的市井繁华 宋姑娘这么巧 有心在此见到姑娘 不如咱们去茶坊 喝杯茶吃点点心如何 宋姚之本想直接拒绝 姑娘放心 只喝一杯茶罢了 就在河边的茶房上 说宋姑娘听完后不想多留 转身便走就是 宋姑娘尝尝这茶 这是上好的不知春 皇爷 抱歉啊 我不懂喝茶 这样好的茶到我嘴里 也都只是茶味 这么巧 我也是 姚之 皇兄有对你这样好过吗 皇爷不必再如此想方设法地套我的话 我跟陛下之间 确实清清白白 本王并非是想套你的话 老致 本王是想问你 可否愿意跟我 我不建议你跟过两个人 你会是我唯一的锐王妃 王爷亲自帮萧将军取的先皇圣旨 怎么 王爷忘了 还是王爷 想违抗先皇圣旨不成 本王既亲手取了那道圣旨 自然也有破解之法 我不愿意 姚之 你知道你刚刚拒绝的是什么 拒绝的是锐王妮 是锐王妃 也有可能是未来的 义国之母 皇爷可真是有自信 可惜 如今这天下 并非是王爷你的呢 姚之 你对皇兄如此忠诚 难道就不怕他无腹相收吗 宋姑娘小心 王爷 救命 他平日里 就是一副月亮风轻的温重君子模样 杀人的时候 也没怎么崩溜 多谢王爷的救命者 王爷 保护王爷跟宋姑娘先走 那批人马赶到 隐匿于夜色之中的杀手们 亦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 王爷 抱歉 是我连累你了 姚之 你先出去 看到我这个惨状 会更觉得我是故意中间给你看了 诚然 他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无论王爷是真心还是假意 王爷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没有恩人在这里受苦 我在旁边睡大觉的道理 大夫 需要做什么 你可以吩咐我 还拉烦姑娘给王爷煎药 照顾着点王爷 不必听她的 府上有人熬药 无需你做这种事 王爷救了我 我为王爷煎药 是应该的 不需如此 你若对我心有愧疚 就当这一件 是还你大哥那一件可好 别记恨我了 宋谣之正然 皇上驾到 朕听闻锐王 使我的宋谣之手的伤 确实是锐王殿下 救了臣女的性命 所以你生根半夜来锐王府 切身服侍 以身相许 你发什么脾气啊 陛下还是跟臣女一起出去吧 就别耽误王爷休息了 宋姑娘方才不是说要照顾本王吗 王爷 我就是出去找大夫拿个药 很快就回来 好 宋姑娘可别骗我 姑娘也可以放心 刚刚发生的一切 我都不会说出口 他替我挡了一件 我总不能无情无义地转身就走 刚刚我也没有做什么 朕知道他是故意气我 他喜欢你 你喜欢他吗 不喜欢 是我说喜欢 陛下要做什么 把你关起来 给你下药 让你一辈子都离不开我 行 挺符合你的人设的 芝芝 哄哄我 你是我的 宋谣之 我是我自己的 那我是你的 这只刺杀之事 是江向南锁的 陛下 你怎么能这么退陈天 陛下让你死 你难道还能活吗 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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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意 要杀要吧 你直接动手啊 杀了你多没意思 为什么还没有写聪明 藏意 你就那么喜欢他 你明知道 宋谣之他心中只有萧子天 你竟然这样相信他 爱他 你以为他当真喜欢你吗 他是装出来的 被萧子天伤透了心 这一世才找你的 疼意 你怎么来了 宋谣之 你是我的 我要你以皇后的名言先嫁给我 我不会嫁给你 为什么 因为萧子天 你喜欢萧子天是吗 跟我在一起 不过就是想弃他对吗 不是 我从未这样想过 我无心嫁人 更无心当什么皇后 陛下 普通人尚且三心二意 更何况是陛下你呢 我之前跟你寻诺的事 并非空谎 即便陛下三进后宫 我也不会嫁给陛下 所以陛下 不必为我委屈自己 宋谣之 你对我没有半分其谊 有情又如何 他难道还真要去给 参与当皇后 帮他生孩子 帮他守江山吗 宋谣之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你要为一个男人 亲手抹杀掉你自己吗 陛下 我对你的感情 还没有深到能够让我为了你 承担我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残与一证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 陛下应以江山社稷为重 是 朕就应该像你一样 以江山社稷为重 至于其他人 管他们死活做什么 对吗 不对 也不是其他人 你对萧子仙就会一样 两年前你能为他补计生死 此情当真是感甜懂地 旁人不可撼动半分 你冷静一下 其实我很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让我嫁给你呢 你们现在过的不就是在一起的生活吗 不想我跟别人在一起 那我也可以为你守身如玉 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难道你就只想图一个宋谣之夫君的虚名吗 我就不能图一个宋谣之夫君的虚名吗 我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是我妻子这件事 有这么让你难以忍受吗 这是他俩认识这么久以来 曾亿第一次这么朝宋谣之发脾气 可宋谣之的沉默不回应 依旧让曾亿无法承受 我明白了 不是 你明白什么了 你放心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真的 你就巴不得我再也不烦你 挺好 那我如意所愿 露水情缘 当真是露水情缘 宋谣之从始至终 不过就是想跟他睡觉 他半点都不喜欢他 宋谣之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既然他给不了残忆想要的 那他就没必要再给他留任何念想 妖枝姐姐 你对萧子千还有留念吗 若是要你选的话 你是选黄兄还是选萧子千吗 选陛下 那黄兄想起妖枝姐姐 妖枝姐姐 你为什么不愿意 你们最近还吵架了是不是 我昨天见到黄兄的时候 黄兄看起来特别生气 所以公主今天是来帮陛下 到说课的 妖枝姐姐 你既然喜欢黄兄 为什么还跟他吵架呀 我跟陛下 说我们选择在一起 所面对的问题会更多 公主下次若见了陛下 可以好好劝劝他 感情之事 须当断则断 即使止损对大家都很好 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 妖枝姐姐 其实我黄兄真的很在意你 我从来没有见他 对别人这样好过 公主 比起跟他在一起 我更希望我这一生 能够平安顺遂 开开心心的活着 我喜欢陛下 但那又如何呢 世事难两全 久的人相遇 注定会是一场孽缘的 过了好些日子 陈毅都没来找过他 倒是瑞王康复后 派人请他到上次的 莫合一聚 说是要告知 上次的合理之法 不知网友说的 合理之法是什么 本王可以让你先假死 再改名换姓 换一个新身份 那我还不如 让萧子谦死 姐姐 别动 陈毅突然盯着 宋瑶芝的头发 什么东西 不会是虫子吧 一根小树枝 宋瑶芝这才松了口气 牛头就看见 陈毅站在不远处 我去 陈毅故意坑我 皇兄 宋姑娘是将军府的夫人 皇兄这样牵着宋姑娘的手 对宋姑娘的名誉不好吧 五弟跟宋姑娘 亲亲我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她还是将军夫人 皇兄 你误会我们了 真不想听你说这些 五弟当年 连一个都写好诏书的皇位 都抢不过真 现在还能抢得过真吗 您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还跑来河边吹风 陛下带我去哪 不去哪 我就是不想看到 你跟曾祺待在一处 那陛下今天 怎么会突然出宫啊 曾祺叫我来的 芝芝 曾祺他军心火策 你不可信他 我没信他 芝芝 我有时候觉得 你好像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人 无论我做什么 好像怎么都抓不住你 嫁给你 做你的皇后 这就算是抓住吗 但其实你觉不觉得 这不是抓 这是困 我不会辜负你 真的不会吗 陛下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不要随意给出承诺 宋姚之 嗯 我还像以前那样吧 我不要许明了 我就要你 你之前承诺我的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什么时候想要你陪我 就可以派人去接你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要为我守身如玉 陛下 你何至于此呢 我能让你开心不就好了 你大可不必顾及我的想法 你这样 让我挺愧疚的 是不是也挺心疼我 要不 你先冷静一下 冷静什么 你是皇帝 可你不也是因为这个身份 所以不肯信我吗 但是宋姚之 你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在做这样的事了 做你认为不可能的事 宋姚之脑子里那根弦 轻颤一下 之前是我不对 原本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 想让你陪着我 我凭什么还要你为我付出改变 我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以后也不会再强迫你 所以你能不能 别再离开我 宋姚之 整颗心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 陛下 你是怎么突破了你内心 那道高傲的防线呢 你都挪我多久了 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 小狗 那你想不想被小狗伤 别在这儿 岑翼 岑翼 姐姐 我要你 你禽兽吗你 她感觉自己都快死在岑翼的身上了 姐姐 开不开心 我有没有让你开心 夜色之中 宋姚之挺起腰 宛如意味 搁浅了鱼 她像是一堆柔弱可怜的花 正挺她采摘 她只能尽出香甜的花蜜来回应 一次又一次 她都还没消停 紫谦哥哥 姚之心愿你 紫谦哥哥 我要嫁给你 紫谦哥哥 你不要去边关 你不要抛下姚之 夫君 你现在 还想着大夫人吗 柔儿 宋姚之她是我名正言顺的正妻 从前 我有诸多对不起她的事情 虽然她后来做了很多不可理喻的事 但忠谷也算是扯平了 我跟她不会合理 但是你放心 我绝不会抛下你 小姐 凌柔儿来了 郡主来做什么 萧子谦要与南约世子勾结造反 浅速告知陛下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想告诉我 我们其实算得上是仇敌吧 我之所以选择告诉你 虽然是想你帮我 帮你什么 我要你帮我离开萧子谦 送我回到边关 我要回去 你不是爱她爱个要死要活的吗 我后悔跟她来京城了 我还是喜欢当年在边关的日子 而且 小子谦 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现在能想通 倒也不算太晚 宋姚之 其实我特别嫉妒你 你好像什么都不怕 我怕死 晚上 宋姚之想着 该如何跟岑易开口说这事 你大费周章将我抓到这里来 是为了什么 你是我的妻子 你本来就应该跟我在一起的 跟你在一起 不是利用我 去换回僵士姐妹吗 你都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这很难猜吗 你若只是投奔十三中 那在离开之前抓走我就行了 何必提前抓我走呢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聪明 你干嘛 芝芝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 恨无人在京城等了两年 恨不得林柔回来让你丢脸 恨我 没有毁严你的感情 大哥 我真不恨你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 我对你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啊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已经没有感情了 是我做了那些让你失望的事情 芝芝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十三周 我们重新开始 你在做梦吗 她亲身就要来亲她 我亲过陛下 我还亲过瑞王 你看 这种程度你就受不了了 你还想带我去十三周 跟我重新开始 我们开始过吗 宋姚之 你就非得跟我这么针锋相对吗 那你非得毁了我吗 什么事我毁了你 宋姚之 真你毁了我 宋姚之 你让我被世人耻笑 你逼着我成为了一个谋逆叛国的奸臣 我不会留你在这里当什么神女 更不会让你嫁给岑毅当皇后 你疯了 我就是想知道 等你成了我的人之后 岑毅还会不会要你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有了毕下的孩子 两个月了 宋姚之 宋姚之 早知道她情绪这么不稳定 她就换个借口了 她死死地看着宋姚之 宋姚之又突然高声道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呀 让我死 我要你动手 你给我一把刀我自己来 小子先吓了一跳 宋姚之 芝芝 你别这样 你冷静一点 我就是要死 让我死了算了 你做了什么 在江向南还没回来之前 你不准靠近宋姑娘 她是我的夫人 我为什么不能靠近她 因为你会杀了你的夫人 凭什么这么做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等到江向南回来之后 你想怎么样都行 宋姑娘 你没事吧 也就是没死罢了 这属下已是说火 才到这宋姑娘失踪 请陛下降罪 你以为朕现在不想卡了你吗 陛下 萧子谦 他让陛下 在三日后 独自一人带着江向南 江淑仪 前去丽山 朕现在明白 你为什么不怕 你为什么不怕 藏业出手了 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条好狗 他还能对你如此死心塌地 陛下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无情吗 朕无须对你有情 十三周埋在金城的势力早就被震拔了 朕要知 你这么轻松自信 是笃定了他一定会来救你吗 你没事吧 那可是一国之主 他来救我 他是疯了吗 你在故作坚强吗 我故作坚强什么啊 陈毅怎么会来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利用 就算后来陈毅对他有几分情意 但这几分情意 抵得过他心中的红仆霸业了 你是不是挺怕他来救我的 我为何要怕 怕他当真不顾一切地来救我 这就刚好把你称成了一个 冷心薄情的胆小鬼 要知 你现在就这么厌恶我 小子谦 朕已经来了 你还要藏到何时 为首为尾的废物 拿自己的妻子来做赌 你敢做 此刻为何还不敢出现 苏瑶之看到陈毅的时候 下那一刻 周遭万物全都变得模糊 他只能看见陈毅 他没想到他真的来了 陈毅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你父母的坟增下令让人给挖了 陈毅 陈毅 他的姿势依旧如行灵流水一般漂亮 他脸上甚至还带着点香 宋阳俊 为之救家来 太医 就上这么一点药就好了吗 你看这皮肉都绽开了 说是用针线缝合的话 说不定会好得很快 臣好像明白宋姑娘的意思了 臣帮陛下缝合剩下的伤 激进这几天 你不能劳累 也不能用力 知道吗 参议点头 原来真的 得到芝芝的信任之后 他会比从前对自己更好 他一点都不后悔 自己这一趟去救下芝芝 陛下 慎行寺那边刚刚传话说 肖将军提出想见陛下 不然他就不写和离书 你想跟朕说什么 我要见宋瑶芝 不可能 那这和离书 你们也别想要 你现在有资格跟朕谈条件吗 你真配不上芝芝 我如何配不上 陛下是不是忘了 这桩婚事从一开始 就是宋瑶芝他求我来的 我只是带回了一个医女 她就跟我赌气到和离 她不过就是拿你来气我罢了 闭嘴 朕心悦知之 知之也心悦震 和离书你爱写不写 没有和离书 朕也要娶她当皇后 丽山三日 她与我 已有夫妻之实 你说什么 怎么 就因为我碰了她 陛下就受不了了 陛下也觉得 她放荡不堪嘛 你给朕闭嘴 竟敢欺辱她 什么欺辱 她是我的妻 还是陛下以为 她会为你守身如玉啊 拿这种事诋毁她 你也算是个人 无论你碰没碰过宋妖之 朕都去定了她 她不是跟你睡了又如何 不过是求生之举罢了 朕心疼她都还来不及 又几会嫌弃她 只有你这种废 才会再以一句皮能身体 宋妖之在飞双殿等候了多时 都没等到残义回来 吴公公传了话回来 说陛下去了慎祥寺 陛下是天子又如何 该不是只能捡我不要的女人 只能要宋妖之那个二手货 残义抬起一脚 心中起了杀性 那么多人不用 自己动什么时候 身上的伤口就没有崩开 没有 宋妖之 宋妖之 你就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吗 宋妖之 你别想跟我合理 哪怕我死了 你宋妖之都是我的未亡人 你一辈子都是我乔子谦的女人 宋妖之 宋妖之你回来 回来宋妖之 吴公公 你去找一个御医 到飞双殿给陛下看伤 说你得自己动手干什么 我起不过 陛下很介意她说的话吗 我只是不能忍受她诋毁你 今日萧子谦说的那些话 我只给你解释一次 我跟瑞王清清白白 跟萧子谦更是毫无关系 我相信你 萧子谦不肯写合理书是吗 我有办法让她写合理书 我要萧子谦 亲手给我写一封合理书 宋姑娘想要合理书 不是应该去找萧子谦吗 自然是她不肯写啊 她连你的话都不听 又怎会听我的话 她可以不听你的话 但是可以受你的威胁啊 你们睡过了吧 过于她是夫妻 自然 既然有夫妻之时 那自然就会有孩子 我并未 你有 如果萧子谦不肯跟我合理 你跟这个孩子都会死 明白了吗 只要她写下合理书 你一定会放我走的吧 放心 你怎么来了 他们让我来劝说 你写合理书 你回去告诉她 哪怕我死 我都不会放过宋姚之 你喜欢她 你爱她对吗 那我呢 你说你要帮打我 萧子谦 你怎么对得起我 是我对不起你 我可以给你一份合理书 你不必英文受到牵连 所以 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情意 小孩 我对你只有恩情 恩情 既然你说 我有恩于你 那你现在 报恩吧 为了我 跟我肚子里的孩子 你跟宋姚之和理 你说什么 小子前不敢置信 他们拿这个孩子来威胁我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夫君 夫君 难怪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为了将军父 唯一的血脉 你写和理书 好不好 你难道想要将军父决好吗 夫军 难道宋姚之 比整个小家血脉 还要重要吗 少儿 让我想想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有时候 我真的很怀念 我们在边关生活的日子 若你当真 不愿意跟索姚之和理 那便让我和孩子 跟着你一起陪葬吧 振行赐的人来报 说是小子前想见你 我不想见他 真的不见 怎么了呀 我的陛下 你是在想 我有没有对他 旧情难忘吗 是 我就是想知道 你对他可还存着念想 我对他的新鲜劲 早就过了 芝芝 你会喜欢我多久 我永远喜欢你 那就够了 陛下 紫姨 你轻点 你身上有 救生啊 不管了 我想你了 索姚之 别动了 你 起来 陈奕 你切瘦吗你 你要够 陈奕亲情他 没眼间 写出一点笑 陈奕 陈奕 小姐不好了 瑞王殿下 给你下聘礼了 你说什么 那些聘礼 把长相府大门都堵住了 你跟我父亲说一声 上他帮我聚了 原本以为 你会因我替你挡了一刀 而对我心生一点好感 王爷不是说了吗 那一刀 是弥补上我大哥那一剑的 是本王失算的 那王爷以后 可别再失算了啊 这支 皇兄不会赢 你选择他 只会走向绝路 他一定会赢 宋奕之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现在这个决定 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 那下次见面 我就不会再以王妃之理待你了 慢走不送 他不懂 为何他总是抢不过陈奕 父皇选中的继承人就是陈奕 不是他 现在他看上的女人也选了陈奕 我当真得不到 不如全部毁掉 很快 宋奕之就感受到了来自陈契的无情狠绝 宋奕之 我是真的很不愿意对你动手 王爷既然已经决定要杀了我 现在还在这里假惺惺的做什么 并非假惺惺 我当真是欣赏你 也欣悦你 你也不必害怕 你记得皇兄那般不离不弃 皇权路上 便让他陪你一起 救命 朕真被伍弟今晚不动手 好在伍弟没有辜负朕的希望 你 你怎么会 我应该早点杀了你 你以为早一点你就能杀得了朕吗 你连作证的对手都不够跟我 今日本宫 携皇室宗卿还有六部尚书登门拜访 是替陛下向贵府嫡小姐宋世瑶之提亲 聘请宋小姐为我挥朝皇后 是提亲 不是下旨 陛下曾亲口同本宫说过 若宋小姐不愿意 也可以聚了这门婚事 过 她托我给你一封信 只知 今日提亲下聘 乃秦之所致 我自幼孤苦 截然独行二十载 遇你才知 何为红尘羁绊 现实安稳 在嫁给我这件事上 也知你胆怯来日爱吃恩君 无路可退 若能得你怜名 我愿将辉朝江山 竟交易你一手 从此二皇秉治 永不对女子设限 愿以此 抚慰你心中所忧所虑所惧 说这些依旧无法抵消你心头 所忧所虑所惧 你亦可拒绝我 今日之后 我不会再提及此事 宋小姐 想好了吗 我愿意嫁给她 我愿意嫁给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